我们今天其实来聊一下这本书叫正面管教 这本书当然非常有名 在美国就出版了400万册 其实我知道这本书的话也是大概在三年前 是因为我太太参加了一个正面管教的一个学习班 一个学习小组 是这个妈妈在一起和一个教练一起来学正面管教的这些内容 我在三四年前听到这个书的时候 其实并不是非常喜欢这本书 主要是因为这个名字正面管教 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管教这两个词 但其实它的英文叫positive discipline 叫正面的纪律或者是次律 其实英文是非常积极的 后来的话 我又听到了在梵登读书会 梵登老师也讲了这本书 我听了一下内容 我觉得内容是非常不错的 很打动我 非常有共鸣 这本书实际上更加倾向于孩子之间的这种教育的操作 大部分都是工具 不会抽取其中的非常精华的内容 但是我们特别希望 就是说大家一边读一边来交流来探讨 我只是非常喜欢这本书 所以说可能我也不是专家 但是我在这本书当中获得了很多的东西 我结合我的工作生活 还有孩子的这个互动 一起来谈一谈我自己的很多的这个体会 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就是在于 它会不断的提醒你怎么样和孩子正确的去打交道 OK 那这本书 我在讲这本书的第一个呢 我先想拿出一个故事来 我印象最深的 这本书里面 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小故事 说这个有一个三岁的孩子叫Johnny 乔尼 他在三个不同的家庭里面吃早饭 然后他在第一个家庭是什么 一个严厉的家庭 因为在严厉的家庭里面 只有妈妈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 所以Johnny完全是没有选择早餐的余地 在一个非常寒冷的雨天 全世界的控制性的妈妈都知道 Johnny肯定应该吃这个热乎乎的玉米粥 才能扛过这样的天气 可是Johnny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他看了看玉米就说 不好吃 我不要去吃这个东西 这本书的话一直在回顾 他说如果是一百年前 作为一个严厉性的控制性的妈妈 容易的多 因为好像一百年前的孩子 会更加听话一些 你只要说吃 然后这个孩子就乖乖地吃 但是现在的孩子呢 就困难多了 很难管 为了让孩子听妈妈的话 然后这个妈妈不得做了以下四步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就说 刚刚我们在跟孩子互动的时候 是不是也做这四步 孩子不吃饭 第一 他要说服他今天一定要吃这个热玉米粥 他就会说 你还记得妈妈说 吃了这个玉米粥会怎么样吗 这样你才可以吃得饱饱的 大家能想象出来 一个三岁的孩子 听这句话有什么感觉吗 他完全不为所动 然后第二步 妈妈开始把玉米粥做得可口一解 他尝了各种办法 比如说加红糖 加桂香 葡萄干 蜂蜜 蜂糖浆 甚至巧克力 但是Jony又尝了一口 又说 不好吃 真难吃 我讨厌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妈妈就开始第三步 他第三步 他就给他上课 他说 你要珍惜现在的生活 你想一想 非洲那些快饿死的孩子 你想想 他们还吃不饱饭呢 但是乔尼的海鱼 仍不为所动 然后他 这个孩子这么说的 他说行 那你就把 把这些粥送给那些非洲的饿着的孩子 把他们想吃 这个 这句话彻底激怒了这个妈妈 他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教训一下 所以他就打了他一巴掌 然后告诉他说 你只能饿肚子了 你现在赶紧出去 但是这个妈妈在半个小时之后呢 就为这种 这种他刚才打孩子的行为感到内疚 他说你看 哎呀 我是一个没有用的妈妈 我的孩子不听话 我还打了他 如果别人知道 我肯定是一个非常失败的妈妈 所以这个杰尼就在外面玩风玩 玩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等妈妈的复旧感累积到足够的程度 回到家 一回家就大声的喊 妈妈妈妈 我肚子饿扁了 然后妈妈就开始了最可笑的说教 我早就告诉过你啊 然后没想到这个教女完全听不下去 没听完 非常无奈的听完这个唠叨 然后妈妈对自己说教很满意 然后觉得已经履行完了自己的职责 你看我作为妈妈多么的正确 然后就给了他一些饼干 打发他 你再出去玩吧 为了弥补早餐的营养损失 妈妈走进厨房 开始捣鼓猪肝和西兰花 大家猜一猜午餐会发生什么 可能会发生跟这个早餐一模一样的故事 那在这本书当中讲这个孩子 在三个家庭里面吃早餐 这是第一个家庭 我们把这个家庭称为严厉性的家庭 你必须听我的 我给你讲道理 你要不听的话我就打你一顿 但是打完之后呢 父母同时还是爱着孩子的 因为会觉得很愧疚 我们是不是很多父母也曾经出现过这样的 就是一旦情绪失控的时候 啪啪就打在孩子身上 但是过去之后呢 又会给孩子道歉 刚才妈妈是不对的 我不应该打你 妈妈错了 认错的勇气倒是挺好的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一个家庭 那第二种家庭的话 这本书里面提到的第二个场景 是在一个交纵性的家庭 这个家庭呢 也让很多人觉得似曾相识 就是当这个乔妮走进厨房的时候 妈妈就问宝贝 今天想吃点什么 因为这个乔妮已经被这样训练了三年了 她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宝贝 在中国也叫什么皇帝 是吧 像家里的小皇帝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她就说 我要吃这个腾心蛋 一定要煎得非常软 不能流出来 得要那种样子的 所以这个妈妈就煎了很多次 她煎一煎 就弄了很久 等她弄到第十个鸡蛋 才达到这个孩子的要求 可是等这个妈妈好不容易做好了 然后这个乔妮她就说 我不想吃这个腾心蛋了 我要吃杂吐司 她吃了一口杂吐司 然后又看到了电视上正在放广告 卖脆冠军早餐 她说妈妈 别弄了 我要吃卖脆 吃了第一口卖脆 她又改变主意 说要还是吃薄脆吧 然后家里没有这个 而且要加糖 但是家里又没有糖 然后妈妈赶紧去商店里面 把糖买回来 这个乔妮啊 无需让妈妈内疚 就有本事 让妈妈一天24小时都围着她转啊 那很多人可能觉得 这个故事是有一点点夸张 我们把第二个家庭 称为交纵型的家庭 就是孩子有各种各样的要求 然后不断地支配父母 去满足他的这个欲望 然后孩子自己还不满意 这是第二种家庭 交纵型的家庭 第三个家庭叫正面管教家庭 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因为我们这本书就是正面管教 正面管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 大家听一听乔妮在第三个家庭里面 是怎么吃早餐的 但能知道这本书的真正的精髓 其实非常简单啊 在早餐开始之前 就两个非常明显的不同 首先乔妮是自己穿衣服 其次乔妮会进到餐厅里面 做一些简单的家务 比如说拿碗啊 摆桌子啊 拿筷子啊 自己盛粥啊 这些啊 然后第二个就是 等把这些准备好了之后 然后这个乔妮当然了 就会要开始吃早餐的 妈妈就会问他 他会给他一个非常有限的选择 你要的是小买圈 还是为地卖脆 但他从来不买家糖的这个卖片 这个乔妮他也看过 麦翠麦翠这个冠金早餐 这个广告啊 他马上就说 哎我要吃麦翠 但是咬了一口之后 他也改变了主意 他说我不喜欢吃这个东西 这个时候妈妈 大家特别注意妈妈 这个时候的反应 妈妈说好吧 我没有办法把麦翠 变成其他的东西 那你现在就出去玩 吃中饭的时候再见 我们在第一个家庭当中说 这个孩子玩了半小时 回来说妈妈 我很饿对不对 那孩子可能都是这样啊 所以他第三个家庭 没有很多的说教 也没有很多讲道理 他只是告诉他说 你现在吃早饭已经结束了 你现在出去玩 等吃中饭的时候 我们再回来 他也没有打孩子 对不对 没有提非洲挨饿的这个情况 然后但是这个孩子 也是一样到了中午 到了这个 不到中午的时候 就回到家说 哎呀妈妈我饿坏了 这个时候妈妈并没有那一套 我早就告诉过你的说教 而是安慰他说 我相信你会挺到中午的 说我相信你一定能到中午 那当然很有可能 小妮她会觉得很沮丧啊 很难受啊 有时候会哭闹啊 但这个时候妈妈坚持她的观点 我们已经吃过早餐了 你一定可以挺到中午 到中午的时候 妈妈可以给你做好吃的 这个是我们今天说到的 就是我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这本书的最主要的主题啊 他给我们推荐的这个教育的方法 其实用一句话就可以解释清楚 非常非常简单 叫和善而坚定啊 就正面管教当中最核心的一句话 叫和善而坚定 什么叫和善而坚定 就是当我们做出一个决定之后呢 我们非常笃定的把这个决定给执行下去 但是我们在告诉孩子的时候 是非常和善的 孩子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坚持到中午 我相信你 看他跟他互动的方式啊 没有很多讲道理的方法 所以和善而坚定 特别强调在维护孩子自尊的前提下 尊重孩子 而且态度坚决 激励他们在保持自尊的情况下 去改变自己的行为 我们之前在 我记得我在很久之前的讲座当中 就不断地重复一个观点 叫做不要通过破坏孩子的自尊 让孩子自律 在我面谈的家庭当中啊 我确实看到很多家长会不断地抱怨啊 我们孩子就是管不住自己 你看他要学习 他学两分钟就跑了就丢了 然后我们孩子就真的是坐不住啊 我们孩子很难约束自己 该怎么办呢 说一个自律的孩子 他到底来自于什么地方 其实很多时候是来自于自尊 自尊更加的深入的来源是自爱 就是一个特别爱自己的孩子 他是能够去约束自己的 因为他爱惜自己的名声 爱惜别人是怎么评价他的 爱惜自己的自我的评价 所以他才会说 我不能做一个我讨厌的人 这个时候他才是一个自律的人 所以很多妈妈 其实我孩子坐不住 坐不住 它不是一种生理特点啊 不是说啊 这个孩子坐得住 那个孩子坐不住 我觉得更多的都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 带来的一种一种品质 一种内在的品质 他是不是一个自律的 来自于他是不是一个自尊的 是不是自爱的 自爱当然也是来自于父母的爱 那如果用我们今天 就是说正面管教当中啊 这个具体非常可操作的方法 就是当我们的父母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和善而坚定的对待孩子的时候 我们的孩子就能成为一个自尊 从而变成一个自律的人 就是我们以前总是讲很多理论 我也特别喜欢在跟一些家庭面谈的时候 去谈一些背后的支撑的一些理论啊 阿德勒是怎么认为的 其他心理学家怎么认为 但是正面管教这本书比较好的一点 就是它都是可执行可操作的方法 特别简单 就是理论的东西 连这些非常浅显的理论东西也都不讲了 就是讲如何做好这三件事 全是可操作性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正面管教当中最大的优点 其实我看到就是在北京的话 有非常多的正面管教的教练 然后有很多正面管教的小组 他们在不同的咖啡厅 北京的各个角落里面 然后会在周末的时候 连续好几周去参加这个正面管教的课 在正面管教的课堂当中呢 教练很多时候只是一个组织者 在组织小组的成员 这些年轻的妈妈 不断的去训练他们的一些习惯 我在书里面也会栽选一些 其实这些理论呢 如果需要练习的话 起码需要超过十倍的时间去反复做训练 和善而坚定这句话 听起来非常非常简单 但是我觉得可能做过父母的人就知道有多难 非常难对不对 我现在还能想起 比如昨天 昨天是星期天 星期天的话是我的家庭日 其实我应该陪孩子一天 但是晚上五点的时候 我还是出门呢 我记得下午的时候 三点钟左右的时候 我的孩子就走过来告诉我说 爸爸 能不能我现在看一部电影呢 因为我们跟孩子约定的看电视的时间 平时只能是半小时 周六周日应该是一小时 这也是他跟他妈妈的这个约定 所以他会过来问我说 爸爸 我现在能不能看一个电影 意思就是说 他可能使用完了自己看电视的时间 你要知道 因为我答应他们陪一天嘛 然后呢 我晚上要出去 这个时候一个爸爸的心态啊 就是会怎么样 他觉得 嗯 我没有照顾孩子 我没有陪伴他 我很内疚 那内疚就要通过什么来弥补呢 我让他多看回电视 这就像那些经常给孩子买东西啊 孩子要什么就买给他 孩子要吃冰淇淋 就马上满足他的家长的心态是一样的 认为 我对你好 我的内疚就可以少一点 这个时候 一般情况下孩子说 我能不能看个电影 你会说 呃 行吧 那你们今天就多看一会电视吧 孩子这个时候就会欢欣雀跃 哦 太好了 爸爸 你真棒 谢谢你 这个时候爸爸就获得了一些 就就是 责任感的免 就是 哎 挺开 能开心一会儿 就是你看孩子喜欢我 感谢我 其实父母是很追求这个东西的啊 非常追求孩子开心 孩子对自己的认可和表扬 双向管理 互相都在管理对方 昨天下午的话呢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是孩子妈妈跟我说过很多次了 说 我制定的规则 你一定要和我坚决执行下去 那有些时候 我确实执行的不是很严格 那昨天下午的时候 我虽然知道我心里很内疚 但是我还是跟孩子说 你们周六周日到底能看多长时间的电视啊 他说一个小时 那我说你有没有用完这一个小时 他们说用完了 用完了这个时候 我可以说那你们就不要再看 因为这是你跟爸爸妈妈制定的规则 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坚持下去啊 这个非常重要 和善而坚定是一句非常简单的话 但实际上呢 呃演化到我们这个家长的教育 教育的过程当中啊 其实是非常难的 如果大家觉得说 今天听这本书 和善而坚定啊 就这么一句话 很简单啊 正面管教 主题和善而坚定 太容易了 我就这么去做 大家一定低估了这句话的难度 执行的难度啊 所以首先当然第一件事情 大家要知道啊 真正我们所期待的啊 我们经常说别人家的孩子啊 不需要特别担心的 非常具有自律的这些孩子 家庭的互动的方式 一句话叫和善而坚定 和善而坚定很难 它的背后实际上是 让孩子有更好的自尊和自我价值 然后更好的去约束自己啊 那我我看到很多父母是通过破坏孩子的自尊 去试图让孩子自律的啊 一般是这么批评的啊 像你这样的话 我觉得你长大了一点出息都没有啊 你什么时候做一件事情坚持过 你想一想你说你六岁的时候学钢琴 你坚持了吗 妈妈给你买个钢琴 现在钢琴放在哪了 放在哪了 你告诉我 我们很多父母都非常希望去打击他 破坏他的自尊 让孩子变成一个非常有价值感 很自律的人 其实这个是是完全做不到的 就和善而坚定 这句话我相信大家已经已经记住了啊 如果大家记住这句话 我觉得这本书的50%大家已经学到了啊 知识已经学到了 和善而坚定 我来解释一下这两件事情 为什么要和善而坚定呢 我们之前放夜的时候啊 我们在长期的工作当中总结出 对于优秀教师的两个评价标准 叫做欣赏且严格 有一次我在跟家长面谈的时候 我就突然就想起这个评价啊 一个好的老师首先要欣赏孩子 只有欣赏孩子 孩子才能接纳老师 你告诉他做作业 他才会做 不欣赏孩子 孩子就不做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有很多老师都可以跟孩子做朋友 他们在一起很开心 但是这个孩子 却不按照老师的方法去做 也就是说 这个一个好的老师 他除了欣赏之外 他要非常严格 他每次在 我们以前有一个指导老师叫韦维 韦维是我在他在新东方工作了五六年 我去新东方的这个这个 在VIP部门的第一个合作的同事就是韦维 那非常有意思的是韦维所带的学生 每带一个学生 不管这个学生的学习习惯有多差 全部提分 所以后来有一次我们是官微发了一篇 就是整个一期全都是他的主题 叫做为什么我带的所有的学生都提分 韦维看起来并不是一个非常热情的老师 他是一个很中性的老师 就是你不是特别能发现这个老师的情绪 他不是那种特别热乎 啊孩子你来了挺好的 满面春风 没有 非常淡定 但是韦维有一个优点 就是不管学生 无论跟他说什么 他都微笑的告诉你说不行 单词能不能不背 不行 能不能看一会儿 我再告诉你不行 我明天教行不行 不行 老师告诉你要做就要做 他没有太多自己的情绪 但他不断地坚持自己的一个要求 所以我认为这就是非常好的老师 就是欣赏且严格 那其实后来我突然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正面管教 我就突然发现 我当时真的因为这个正面管教 因为管教这两个词的误解啊 使我不是很喜欢这本书 但是我突然发现和善和坚定 和我们创业时候 就是总结出来的教育的观点 是如此的相似 我就发现 哇 真的是太一样了 和善且坚定 所有和善就是要欣赏 父母要欣赏自己的孩子是肯定的 有没有不欣赏自己孩子的父母 非常多 大家不要以为很少 就是如果遇到一个 就是非常欣赏自己孩子的父母 其实应该是挺幸运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我自己就是 就是我爸爸妈妈 跟我讲道理讲的很少 我觉得我的父母 给我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财富 就是他们很欣赏我 甚至有些时候很惭愧的说 我的父母对于我的欣赏 多于他对于我哥哥的欣赏 这个我自己都觉得 是有一点惭愧 也是我非常幸运的地方 也是我觉得我哥哥 这个不幸运的地方 有点惭愧的地方 那父母一定要欣赏自己的孩子 很多父母发自内心的不喜欢自己的孩子 就觉得自己孩子慢 磨蹭 表达不好 性格太内向 长得不帅 这种都有啊 都非常有啊 很多父母因为不欣赏自己的孩子 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把它看成一种责任 就是我是为你做的这件事情 它不是出于一种欣赏 我觉得只有欣赏才能有和善 就是和善能够欣赏能够综合严格所带来的对抗 严格是很容易有对抗的 你为什么不背单词赶紧坐到那里去 为什么 因为老师要求你的 严格是很容易带来冲突的 只有欣赏能够综合这种严格 那坚定也是一样 坚定也是会带来冲突的 那和善可以综合坚定所带来的冲突啊 所以一定要和善 和善能够让孩子感觉到 他是被爱的 这个特别重要 我们很多父母在做孩子的管理的时候 孩子就觉得说我肯定不是亲生的 你看我妈特别坏 大量的孩子都有这种观点啊 我妈很坏 现在今天我跟我的同事 陈哥老师在一起聊天的时候还说 他说我最近开始教一些学生的 陈哥老师做教训经理之后 后来很长时间没教课啊 最近开始教课 他说我最近在教课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孩子70% 遇到的学习的障碍 是跟他们父母之间的关系 他们会有很多时间抱怨自己的爸爸妈妈 因为他没有感觉到父母对他的爱 没有一个父母会拿自己的钱开玩笑 对吧 他希望自己的孩子成才 他内心深处是爱的 爱和欣赏也是两回事啊 爱不一定就是欣赏 欣赏是发自内心的 觉得我孩子很棒很好 那所以这个时候 孩子很多时候感觉不到父母的爱 就是没有表达 没有通过和善的方式去传达 对于孩子的爱 孩子感觉不到别人的爱 感觉不到自己被需要 感觉不到自我价值 尤其是如果走向反面 比如说惩罚 惩罚是和善的反义词 那就更加感觉不到爱啊 这个我们后面再来分析一下 所以一定要和善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的知识和学问都是相通的 因为德鲁克说 管理的本质就是激发每一个人的善意 我在准备这个书的时候 我就突然想到这句话 我看到和善且坚定 我就想到这句话 我们现在一共有100个员工 然后再有40个中将 我们加到一起有180个员工 我们怎么让这180个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做一件事情 比如说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工作当中是需要一种 一种一种意愿去推动你才能够和这个企业一起成长 随时随地的计见 随时随地的强调一切的公平是根本不可能的 是没有办法达到的 所以一定是一个人在一种自我价值的推动下去做改变 所以我们的孩子的改变也是一样 如果你觉得你的孩子有很多不良的习惯 你要对他和善 你要让他感觉知道自己有价值 你要觉得他是被爱的 你要表达出你的欣赏 这个时候孩子感觉到改变的力量 然后他就变好了 那员工也是一样的 他感觉到自己被需要 被企业需要 被企业欣赏 然后他为这个企业去贡献自己的力量 所以其实学问都是相通的 如果他觉得说 这个是不是你瞎想的 德鲁克说的 管理的本质就是激发每一个人的善意 那这句话我有大量的文章都曾经写过 都是讲这个道理 打骂型的管理方法早就已经不适应 这个现代人们平等自尊的这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了 只有工厂也许在现在的工厂都不可能再去实行这种打骂 打骂的苛刻的严苛的管理方法 都是在激发每一个人的善意 通过人的自发的力量去建设一个更好的事件 所以第一个就是一定要和善 父母对孩子要和善 第二个就是要坚定 坚定就是要不让步 我知道和善和坚定都非常难 但是在这里还是要不断的提醒要坚定 我觉得我认为 我自己认为 坚定就是要建立合适的边界 坚定就是边界特别好 为什么要边界特别好 在《心流》这本书当中有一句话叫 在秩序不佳的家庭里面 孩子的大部分的能量 都浪费在层出不穷的谈判与争执 以及不让脆弱的自我被别人的目标所吞噬的自我保护上 什么意思呢 你在看啊 一些孩子的自我发展不是很好的家庭 是不是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跟妈妈争论 我能再多看两小时电影吗 我今天能不能不吃饭呢 我今天作业要不就不做了 妈妈你不要管这个 你让我自己负责好不好 这些事情你别操心了 是不是在争这些东西 这本书当中 樊登在讲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个观点 就是说凡是我们在家庭教育当中感到非常痛苦 和孩子有大量的争执 沟通不畅的时候 你的教育就出问题 我没有在这个书里面找到这句话 但这句话我印象很深 也就是说 只要你感觉到你的教育很痛苦 那你的教育方式一定出了问题 所以一个家庭当中有大量的争执 实际上就是因为它和孩子的边界特别模糊 它不断的改变孩子制定的规则 坚定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所以和善而坚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解决方案 和善而坚定 OK好 那这是我们第一部分 我们不断在讲 就是说这本书正面管教 它其实核心 后面有很多具体操作的方法 比如说班会 家庭会议 这些工具 我们明天来讲这些工具 那今天我特别想把这个正面管教这本书的最核心的一个主题抽离出来去讲 然后我的一些理解 我的体会 父母如果 因为有很多很多这个家长 就说这个有一些说 我跟孩子的关系非常不错 我一直在执行和善且坚定 只不过现在就在想 好像孩子太有主意了 怎么办 那也有一些说 哎呀 孩子从来不听我的 青春期大量的对抗 怎么办 还有就是说 从小就觉得教育孩子很难 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 那我觉得最好的 这本书当中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一个启发 就是和善而坚定 那和善而坚定有两个非常 在现实生活当中 有两个走向 那我在这里对大家提 做两个提醒 有两件事情是非常危险的 哪些事情呢 如果你就是说和善而坚定挺简单 其实不是 有些时候我们稍微一走偏 就会到另外的一个地方去了 带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 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节目 这是湖南卫视的一个节目 好像是叫少年说还是什么 我没有看过这个节目 但是我看过的一篇文章 就是这个孩子在看 他是全年级第一 全班第一 全校第一 全联盟第一 四个第一 但是这个孩子 就是在 在那个台上 在舞台上 跟妈妈去说心里话的时候 是哭诉 他问他妈妈 为什么我的努力你看不到 为什么我做任何事情 都得不到你的表扬 为什么你总是打击我 批评我 然后这个节目 是他妈妈就在 在下面的 大家听听他妈妈怎么说的 他说我知道 我在不断的打击你 但是我的孩子我知道 如果我不打击他 他可能就有点飘 所以大家想一想 就是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跟孩子交易 是不是很多人都有这个观点 认为孩子需要打击 在母亲的眼当中 在这个母亲的眼中 自己的女儿需要接受打击教育 她并不认可女儿口中的委屈 并且语气异常固执 总是把我认为挂在口中 这是这个妈妈 她就是要打击 抗打击能力强 对吧 一个受打击的孩子 就会自立和自强 是这样吗 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所以这本书呢 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建议 就是由和善而坚定 所引发出来的 第一个就是要戒除惩罚 和善的反面就是惩罚 要戒除惩罚 我们究竟这本书里面的话 我们究竟从哪里 得到这么一个荒诞的观念 认定若要让孩子做得更好 就要让他感觉更糟糕 我们在哪里得到这么一个观点 我的孩子要做得更好 行 我先得让他感觉非常糟糕 所以这里面 其实他有一个小的练习 他说请你想一想 自己上一次被羞辱 和不公正对待的感觉 你当时有没有合作的意愿 想不想表现得更好 比如说你被老师批评的那一刻 你想不想表现得更好 你想不想觉得说 这是非常公正的 你还是有屈辱的感觉 然后他又要大家想一想 你最近一次受到的激励 你准确的回忆一下 你当时发生了什么 我觉得现场听讲座的 可以一起来回忆一下 就是你自己被受到激励 你当时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你是怎么想的 你是怎么想别人的 那个表扬你的人 你是怎么想的 然后这种感觉好吗 是不是建立在 你的负面的情绪上 你仔细想一想 这两种情境 这个练习非常好 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突然明白 所有的人 所建立起来的自律 和对于这个世界的善意 都是来自于激励 而不是来自于惩罚 惩罚只会让我们 更加多的怨恨 尤其是在孩子的心中 我们有一个观点 就是说孩子的解释能力很差 当他得到惩罚的时候 他无法解释成说 妈妈是因为爱我 所以才会做这些事情 我应该变好 从而去改善自我 孩子是没有这个解释力的 孩子只会产生四种情绪 叫怨恨 报复 反叛 退缩 在英文当中 因为它都是四个 以R开头的单词 Resentment Revenge Rebellion 和Retreat 所以叫4R 四个R 就是惩罚会带来 长期负面的效果 这不公平 我不能相信你们 你们大人 太不公平了 这回他赢了 下次我一定要掰回来 我偏偏对着干 我要证明 我不会按照 他们的要求去做的 或者是很自卑 哎呀 我是一个坏孩子 有一些孩子 在学习的时候 会不自然 会非常自然的 有时候 说出这么一句话 说他们当然可以啊 他们是一些优秀的孩子啊 你看 这个孩子把自己 归为为更差的孩子 其实很多时候 就是由于听到的打击 和批评非常多 当然父母有些会说 我的孩子学习 是真不行的 所以我们刚才说嘛 欣赏且严格 大家认为 一个托福考过110 115的老师 他怎么觉得 这个托福考40分的孩子 还能值得欣赏 我觉得这个 就是了不起的地方啊 托福考40分的孩子 在托福上面 是比不过你的 但是他一定有 其他很多的优点 比如说 他对老师非常尊敬 他很听话 他很坚持 甚至是 他对于动物很感兴趣 他对于人 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关心 或者他有一种悲鸣的感觉 这都可以去欣赏 每一个孩子都是不同 他一定可以找到 可以欣赏 如果我们的父母 找不到自己孩子 值得欣赏的地方 我觉得是父母的问题 不是孩子的问题啊 每一个孩子 都有值得欣赏的地方 所以不要通过惩罚 去给孩子带来一种 更好的感觉 我现在经常讲一个故事 有一个孩子经常撒谎 那爸爸就很生气 有一次回家 然后他看见孩子 坐在客厅里面看书 他觉得说 嗯 不对 挺奇怪的 就问他干嘛呢 孩子说看书呢 他爸说看书 走到电视机 摸一摸后背 发现电视是烫的 是烫的 然后孩子这个时候 脸上就一阵尴尬 对不对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孩子太不像话了 你看老撒谎啊 难怪他爸爸不相信他 其实这个时候 父母应该想一想 就是说 你为什么要通过这种 破坏孩子自尊的方式 去提高他的自律呢 你觉得真的现场 拆穿他的谎言 就会让孩子不撒谎吗 你当时给他 带来的感觉是怎么样 然后你再告诉他 你不能撒谎 孩子会听你的吗 他能感觉到自己的价值吗 他能找到一种 向善的力量吗 其实没有 训孩子跟训员工一样的 没有任何一个领导 通过可以骂员工 而带一个好的团队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 我骂过员工 有些时候 我情绪会有一些失控 有时候说出一些 责备他们的话 事后我想一想 都觉得不对 我觉得所有的责任 都应该是我承担的 所以我现在学会了 开会的时候 永远不去责备我的员工 我永远是告诉他 这件事情我错了 我们现在来想一下 应该可以怎么做得更好 但是相反 我的同事都非常信任我 很多时候 我遇到一些非常为难的情况 他们都非常支持我 觉得说 胡老师我知道 我很理解你 因为我首先愿意承担我的责任 父母也是一样的 先承担自己的责任 不要去惩罚孩子 以便给自己带来良好的感觉 就是那个吃早餐的孩子 那你把它送给非洲的孩子 把这个时候爸爸就 啪一巴掌打过去说 太不像话了 你敢顶嘴 他其实带来的一种 自我感觉良好 可能能持续三十分钟 然后马上开始道歉 孩子我对不起 管理者也是一样的 你管理一个团队 如果你情绪失控 你每天骂员工 那你是个非常糟糕的领导 你首先就 首先就没有办法 去做员工的管理 先要承担自己的责任 这是第一个 就是说和善而坚定 要戒除的第一件事情 是不要惩罚 那有很多家长 可能还不认同 我觉得我们在上一本书 被讨厌的勇气 把阿德勒的心理学的 心理基础全都讲了一遍 会相对 会深入一些 内容会更抽象 听起来会更累一切 大家可以去听听 阿德勒是怎么认为 一个人是如何克服自卑的 那里面是有理论基础 今天我们就全都不讲 这些理论基础我们全都不讲了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我们和善而坚定要 特别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就是不要骄纵 骄纵也可以说成是溺爱 一句话 当大人扮演超级妈妈 或者超级老师的时候 孩子就学会了 期待这个世界为他们服务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 自恋型的人格 背后就是一个被溺爱的孩子 因为自恋型的人格 看起来他维持一个 非常高的自尊 他总是自我感觉非常良好 没有任何人能说到他 非常自恋 其实这些背后是他强烈的自卑 强烈的自卑 所以他就通过维持自己 非常高的评价 来掩盖自己内心的这些自卑 那这些孩子 其实大部分都有被骄纵的 小时候的经历 就觉得说这个世界 所有的人都应该听我的 所有的人都应该为我服务 然后这里有一个小的练习 大家可以去做 如果是线下的话 也可以整个家庭一起来做 其实今天特别适合一个家庭来听 爸妈妈孩子都在一起听 然后听完之后 大家一起讨论 爸爸哪做错了 妈妈哪做错了 我相信今天听这个家长 大部分是妈妈肯定的 爸爸听的很少 中国男性在进入家庭之后 整体的表现 我个人认为是比较失望的 当孩子的教育的时候 你参与了 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爸爸 很多爸爸是不参与的 选一个机构 报什么样的课程 这些重大的决策里面 妈妈管 我没有分工 不是这样的 中国男性在家庭教育当中 整体扮演的角色 中国男性的这种自我成长 更加表现为一种功利性的成长 不是对于家庭 对于婚姻的这种投入 我觉得整体表现确实 所以其实是应该一家人听 能够一家人听的家庭 大部分都是非常不错的 具有能够 听到一些批评自己的声音 能接受 能听得下去 我觉得就是适合一个家庭 一个家庭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列一个清单 我们做了多少事情 本来可以由孩子自己做 我们做了多少事情 仅仅是为了图审事 孩子可以做的事情 全被我们干了 我们自己特别想审舍 我们把他的事情全都干了 这些都属于骄纵 我昨天晚上就有一个妈妈 过来跟我说 我孩子听了很多公开课 但是她说她不愿意上 然后时间特别长 孩子也坐不住 老师上课有一点闷 今天没有给他做游戏 我给他做了一些解释 因为我们特别小的孩子 六岁左右的孩子 当天听公开课的孩子 有点多 二十多个孩子 所以老师没有做游戏 另外的话 时间有点长 大概持续了一小时 四十分钟的时间 孩子很难做得住 然后这个妈妈 非常非常犹豫 说我很喜欢 你们后海的教学的理念 我很喜欢整个这个体系 我也特别希望 她六岁的时候 选择一样的体系 一直往前走到十六岁 但是我孩子不愿上 那当时我没有说什么 我一直非常微笑的 看着这个妈妈 没有给她提太多的建议 我说我会跟老师沟通一下 但是肯定还是 你可以跟孩子再商量一下 其实在这个 这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 就是你到底走向正面管教 positive discipline 还是交纵 一个六岁的孩子 到底能在整个家庭的决策当中 占比是多少 就是取决于你是否走向交纵的一个临界点 这真是非常微妙 所以你说什么是交纵 真的让孩子说什么都是算的 家长肯定很少 但是总会在一些非常微妙的时刻 在一些人生应该由父母做主的时候 应该由你拿主意的时候 你让孩子接管了这个权利 让他来掌控你 交纵 完全听他的 不断的扮演他的照顾他的人 替他解决一切问题 他所有的一些不安 或者是负面的情绪 都应该迅速的得到解决 所以两个反面 一个是惩罚 一个是交纵 都是正面管教这本书当中 非常反对的概念 所以实际上 我把正面管教的理念 在这里给大家梳理了一遍 首先就是 大家应该都说得出来了 和善而坚定 要戒除的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戒除惩罚 第二个是要戒除交纵 那正面管教 他的内容非常多 观点非常好 很多 他的观点大家可以再 自己再去看 比如说什么 父母99的时间 都应该做接纳的工作 不是讲道理 没有说互补 父母两个人都应该非常和善 且坚定 不能说我和善他坚定 没有这种事情 你们两个人都应该做到和善而坚定 和善而坚定是一个组合的概念 都要在一起执行 另外犯错误是学习的好时机 因为很多父母 比如说孩子托付考 上一次考82 这次考80 倒退两分 我天哪 那就觉得孩子的人生全毁了一样 就跟各种人聊 四处散发焦虑的情绪 然后把焦虑情绪感染给孩子 其实没有必要 如果大家真的学会了 就犯错误是学习的好时机 最重要的是要跟孩子聊 孩子你学到什么 你在错误当中学到什么 这些也属于正面管教当中 一些非常好的观点 平等并不是完全相等 比如说我跟孩子是平等的 是应该孩子说了算 不是的 平等并不是完全相等 所有的人对尊严和尊重 有同样的要求 比如说跟孩子说谢谢 真群孩子的意见 但是比重权重不一样 这些观点都非常好 正面管教这本书 我自己在讲的时候 也觉得也有很多收获 我之前的话 在讲被讨厌的勇气当中也提到 首先阿德勒的第一个观点 就是人是需要融入到社会合作 合作是我上次在讲 这个被讨厌的勇气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词 也我个人在企业的运营和管理当中 也用合作这个观点来解释非常多的管理的现象 很多问题我都归结到合作 给员工的指导 我们解释很多非常细微的事情 也都用合作这个主题去解释 我在使用合作这个观点的时候 也说服了很多我的同事 去做很多 就大家都认为是有益的事情 人一定要融入到社会合作 最近在北京我们这几天 最为火爆的一个新闻 就是说北京的这个房租又在涨 那我对这个的话 实际上还是非常有感触的 因为作为一个15年以上的北漂 我觉得将近有10年的时间 我都是在一种非常糟糕的 这种居住质量当中度过的 所以特别能够体会到 就是当房租上涨的时候 给这个北漂 或者是在北京工作的人带来的压力 那为什么在北京生活压力这么大 但是我们却有那么多人 一定要留在北京 就是因为在大城市 它会带来更多的社会合作 实际上很多人在感叹 就是说北京 在北京工作的人 居住质量这么糟糕的时候呢 我们却发现在大城市生活和工作的人 他们在生活当中的便利程度 和自己感到的幸福感 实际上是远远高于 他真的回到二三线城市 或者是说去所谓的大理 然后什么度假呀 找一个房子啊 这种啊 为什么啊 就是在一个相当多的人群聚集的地方 人们在合作当中 双方找到了更大的价值 就觉得这种合作 能给自己带来幸福的最大化 就比如说以住房这个角度来说 在北京其实很多时候 住房已经变成了年轻人 晚上休息的一个地方 他们大部分的活动的空间 都已经是户外 要不就是工作的场景 要不就是户外 要不就是消费和其他的场景啊 当然北京的生活压力是非常大的 即使在北京压力很大 也一定要融入到一个合作当中 一个善于合作的人 才可以真正获得幸福的生活 这是阿德勒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 那第二个就是自卑是普遍的 每个人都有超越自卑的意愿 我们过去传统的认为 好像觉得说 好像有一些人看起来 就是特别自信 极自信 对这些人来说 好像自卑跟他们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但在阿德勒的这个书当中 他非常详细的解释了 自卑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都是一定是曾经有 或者是现在有的现象 那么我们曾经用一个小的例子 来进行解释的话 就是在恋爱的过程当中 当你真正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配不上对方 这种配不上 其实就是一种自卑 而且有些时候和一个人的 他所取得的成就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当他真正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他就会产生自卑 他又觉得 所以自卑实际上是非常普遍的 那为什么每一人和人 最后他会形成职业 或者是事业的这个区别 最主要就是因为 有一些人通过超越自我的方式 超越了这个自卑 那么有一些人的话 就形成了一种自卑的情节 用自卑去作为自己不改变的理由 这是阿德勒的第二个观点 因为阿德勒自己在小时候 是一个非常自卑的人 所以他对自卑情节和自卑 这种心理现象非常关注 第三个是孩子 首先追求的是归属感和价值感 孩子做的每一件事情的背后 都是归属感和价值感 就他要觉得 我属于这个家庭 我属于这个公司 我属于这个学校 我是中国人 另外的话就要 他要有自我价值 我是有用的 我对他人是有用的 因为合作是一种 发自原始的本能 因为在原始社会当中 一个人住在一个山洞里面 是没有办法存活下去的 所以从原始社会 我们一直延续到今天 我们都知道 我们必须要融入到人群的合作 否则的话 我们就有上升的这种可能 我们就活不下去了 那在现代社会 其实一个人 即使不和别人打太多的交道 他也不会被饿死 但是这种从原始社会 延传下来的这种恐惧感 就当我被人群所抛弃 我可能就会丧失自己的生命的 这种恐惧感 还是牢牢的刻在我们的基因里面 所以当一个孩子很小的时候 他没有感觉到自己被人群需要 被妈妈需要 或者他自己的价值 那他就会觉得非常的恐惧 由于他的恐惧 由于他没有归属感 没有自我价值 这个孩子就会做出很多 错误的行为 讲到的四个 R regement rebollient retreat 这些退缩 怨恨 对抗 全都是由于这些孩子 感受不到归属感和价值感 所带来的 第四个是有价值的人才有勇气 感受到自我价值的人才有勇气去改变 所以当你劝一个朋友 比如说你离开那个城市 去一个新的城市 你要放弃原先那份工作 你要换一个地方 我最近面试了一个小姑娘 是从湖南来北京工作 在湖南下面的一个二三线城市的一个幼儿园里面 当老师当三年 那他来到北京的时候呢 我们最近给他面试了四次 还没有通过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英语不是很好 那这个孩子在自己上学的时候 和在自己工作的时候 由于环境的原因 他没有特别的坚持做很多很好的技能训练 来到北京的时候 北京呢 在职场对一个人的技能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比如说英语必须要好 一定要和外交要能打交道 要流利的表达 那他做不到 这个时候来到北京压力就很大 但他现在很年轻 他来到北京实际上是他人生的开始 那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勇气 离开他过去生活的一个小城市来到北京 其实这个小姑娘找工作的经历 特别让我想起15年前 20年前我来北京的时候也是这样 就是什么也不懂 什么也不会 然后来到北京找工作 就是凭借自己的勇气 这种勇气很多时候是可以追溯到 你小时候成长的家庭环境 就你的父母是怎么对待你的 以至于你就具有什么样的勇气 远离你的父母 这个听起来好像是有一点矛盾啊 就我们的父母非常爱我们 非常依恋我们 但是呢 他给予我们的这种爱 恰恰是让我们和他们分离的勇气 当然真正爱孩子的这个父母 其实还是能够理解这个逻辑的 因为他希望就说孩子幸福的生活 对他来说是最大的幸福 这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阿德勒的这四个观点 最主要的观点 人一定要融入到社会合作 合作是永远的主题 不能融入合作的人 没有自我价值 所以比如说一个妈妈 如果长期带孩子 没有融入到社会合作 他就有恐惧感 那第二个就是每一个人都是有自卑啊 真正让一个人去超越自卑的是 人追求优越的这种心理 第三个就是孩子 他一定要追求归属感和价值感 有价值感的人才会有勇气去做出改变 如果一个孩子的很多不良行为 他不愿意听父母的 他不愿意改 很有可能是这个孩子 他在内心没有感到自己的价值 那阿德勒的几个观点 迅速的回顾一下 是因为我们要进入到非常重要的三个正面管教的工具 我自己都特别喜欢三个工具 第一个工具叫班会 班会就是一个班开会 在我们传统的观点当中 我们当然还能想起我们的班会 我不知道大家的班会是怎么开的 我们的班会应该一般是班主任讲道理 批评表扬 然后有些时候是看录像 有些时候班会就是被数学老师 语文老师 甚至是英语老师 全都占用做习题 甚至到初中的时候的话 班会就基本上人们没有 或者就是直接没有任何老师来 就是一群人在班上开始聊天 各种吵闹 班会在我们的印象当中 似乎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活动 在这正面管教当中呢 班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我先给大家说一下 在正面管教当中 班会的流程 大家再来慢慢的想 班会是如何解决了阿德勒心理学当中 众多的观点 就是他把这些观点 全都变成可操作的工具 好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围成一个圈 围成一个圈 很多如果是老师的话呢 首先就觉得说 这个我们可能传统学校就做不到 因为我们很多 比如在北京 我孩子的班上的话 是42个同学 42个同学要围成一个圈 已经是非常拥挤了 我在我们老家的话 小学的话 比如说这个 我的小侄子这个班上是72个学生 72个超大型班 那就更难实施了 我认为一个好的班会 如果能围成一个圈 应该是15人左右 如果能执行正面管教的这种班会的形式 我认为是15个不超过20个学生是比较好的 为什么要一定围成一个圈 大家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 当围成一个圈的时候呢 学生和学生之间的眼神是能够看到对方的 我能看到对方 我就能关注对方 对方在我的注意力当中 如果大家有没有发现 你全都朝前做 其实我们只关注一个人就是老师 所以做的这个方式 很多人在班会的这些流程的时候呢 真正到别人操作的时候 很多人会不断的去改这个流程 改很多细节 它不是很严格的按照这里面的 所有的细节的规定去操作的 我现在要提醒大家 围成一个圈是第一个流程 所以一定要非常严格的执行围成一个圈 第二个就是要致谢 要感谢谁谁谁 感谢有两个小的细节要特别注意 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发言棒 或者是一个话筒 这个话筒要传 这个看似一个非常小的细节 但是却可以将发言权 发言权是一种资源 是一种注意力 这种注意力实际上是要从一个人 这个权力传到另外一个人手上 所以有些老师就不注意这些细节 有些时候会导致秩序比较乱 然后第二个小的细节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句式 这个句式就是我要感谢某某某同学 因为他做了一件什么具体的事情 然后在尼尔森这本书当中 他特别强调使用句式 和没有使用句式的这个班级 他会发现没有使用句式的班级的效果要更差 就是他们在感谢的时候 经常会说的比较笼统 或者很难说出感谢的真正的理由 所以有一个小的句式 我要感谢某某某是因为他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好 那至于感谢的这个心理学的原理 我们待会再讲啊 但是第二个流程是感谢 第三个是宣读议程上的第一个问题 问这个问题是不是得到解决 在这之前在开班会之前 有一个细节就是说我们要去收集议程 比如说有一天老师 一个语文老师在上课的时候 有一个同学可能举手提了一个问题 说老师我们的作业是不是有一点太多了 能不能少留一些 那这个时候语文老师在当场并不解答这个问题 也没有达成任何的结论 他会说我把这件事情放到你们的班会上来讨论 大家认为可不可以 如果大家都同意啊 然后提问的这个同学也觉得 自己提出的问题得到了关注 他就可以说好的 这样的话老师可以继续上课 那这就成为班会上的第一个问题 那在开班会的时候 首先第一个就先问说 我们第一个问题是语文作业太多 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吗 如果那个同学说 哎呦我那天其实好像我后来觉得也不多 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了 好那就过就下一个问题 如果没有得到解决 就轮流发言 轮流发言 你也分给我们的建议是一定要传递两周 是因为你轮一圈之后 有一些同学听到别人的发言之后 再会产生一些新的观点和想法 所以可以再轮一圈 那如果人数超过15人的话 我觉得这个时间就会比较漫长 那第四是 学生讲的每一个建议都要写下来 每一条切实可行的建议要记录下来 我觉得这个时候可以由主持人来建议来写 记录下来之后呢 第五个流程是宣布所有的建议 一个一个说 然后问提出问题的那个人 这个决议当中 谁当时把这个语文作业是谁提出来的 然后再说哪个建议是最有帮助的 要这个提出问题的人去选择这个对你来说 我觉得这个 比如说有一个同学说 我觉得我可以自愿留30分钟陪这位同学把语文作业做完 然后我再跟他一起回家 非常好的建议 那这个同学说 我就选这个 问这个被选到的 这条建议是他提出的 被选到的 你什么时候开始愿意陪他多做30分钟作业 然后再回家 是今天还是从明天开始 你能不能做到 然后这个事情就算解决了 这是一个班会 这是一个班会 这跟我们传统开班会 是不是觉得特别不一样了 大家有些可能会觉得有一些奇怪 说胡老师 其实我们都不是老师啊 你今天给我们讲班会 其实我们很难执行下去 我认为不是这样的 我在当时在看到这个班会的时候 大家知道 我们在9月份的话 就要做一家新的小组课学习中心 之后所有的小班 都会在新的小组课学习中心里面去上 然后是我们的哥汉老师负责 我就跟哥汉说 我说我学到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你一定要使用这个工具 然后我又把林轩叫到旁边 然后我说林轩 你听一听 我在读正面管教这本书 我看到一个叫班会的工具 然后我把所有的流程讲给他 我说是不是特别适合你们做指导老师的管理 他说嗯 很好 所以它是一个管理的工具 在这个管理的工具当中 可能是一个班级 一个小班 也有可能是我们的一个同事 或者是你所领导的一个小组 也有可能是一个家庭 所以我待会再讲我们的第二个工具啊 所以班会大家不要以为说 老师 你这个给老师讲就可以了 不要给我们讲啊 那所有的家长我们今天再来看 今天讲班会当中的六个议程 我们来问啊 班会到底有哪些优点 为什么要这样去做 怎么颠覆了我们对于过去班会的一种认识 为什么是这样的 围成一个圈 一定要感谢 然后要宣读议程 把每条建议都写下来 大家有没有发现 一个这样的班会 才是真正去激发学生去表达发言 并且得到真正认同和关注的一个 一个民主的形式 对不对 不仅仅是说在这个班会当中 每个人是平等的 而且这个班会是所有人参与的 我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感谢这个 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小的设置 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如果你想象一下一个感谢的人 他当时的表情是怎么样的 是痛苦的 是怨恨的 还是微笑的 大家有没有发现 就是我们在任何时候 只要我们去感谢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的表情一定是微笑的 感谢实际上是一个人 对于这个世界怀有善意的 怨恨的人是感谢不了的 大家发现如果一个学生 如果一个同学 他的情绪不好 或他正处于怨恨当中 他没有办法把这个进行下去 所以这个作为老师就能观察 一个同事 如果他已经无法去感恩他身边的人 给他提供的帮助和合作 那这个人实际上工作已经 他已经不行了 所以感谢像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素 就不要轻易看这点 另外的话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的孩子现在很少 培养一种感谢的能力 不管是对于我们的老师 对于他身边的同学 对于我们的父母 我们很多孩子 想当然的认为 别人的付出都是应该的 这个世界都应该为我服务 这是很危险的 非常危险 所以应该是让孩子学会感恩 所以大家可能看起来 这里面的流程的某些细节 好像挺简单 也不知道简尼尔森 是为什么要这样去设置 但是实际上正面管教 作为一个无数的学习小组 以及得到了相当多的家庭认同的 这么一个操作的方法 我觉得除了这个正面管教 这两个字听起来 让大家有一些反感之外 我觉得这个方法实际上是真正让人和人之间互相去传播的最重要的原因 实际上非常好的事情 这是我之所以就听到那个妈妈 她说她是一个正面管教的教练 我就觉得特别开心 因为参与正面管教这件事情的人 实际上是在帮助这个社会 帮助中国的家庭 在我的实际工作当中 我听到的中国家庭 中国父母和孩子的问题 以及痛苦是非常多的 我每听一个故事 我都非常感叹 我说为什么中国家庭有这么多的痛苦 然后我每天都在想 我可以做一点什么 可以去让中国的家庭 要更加通畅一些 中国的孩子没有那么痛苦 我总是坚定的认为 中国的经济发展 超越中国家庭发展几十年 我们的经济发展已经很快了 已经做得非常棒了 但是中国家庭教育 中国人对于家庭的理解 对于家庭的投入 是非常非常落后的 我们还需要很多人 不断地去推动 我们对于家庭的理解 家庭当中的这个投入 大家可能听到了 我非常不留情地批评了 中国男性对于家庭的投入 我事后还在想 这样批评对不对 因为我也是一个爸爸 那我首先要反思 我自己对于家庭的投入 到底多还是不多 然后我才能去批评别人 但是我还是觉得说 我这个背后实际上 是我非常真实的 这个感情感在里面 我觉得中国男性 对于中国家庭投入不足 他们在对于家庭的理解 对于家庭的学习方面 都是做得不够的 但如果今天有在听 这个读书分享的爸爸 那还是可以感到比较欣慰的 因为我们是在投入时间 去了解家庭 那这些班会的这个设置 我下面来总结一下 就是说第一个工具当中 它所体现出来的 阿德勒的心理学当中的一些要点 就为什么是这件事情 为什么要开班会 班会的好处在什么地方 第一个是在班会当中 学生才得到了真正的倾听 和认真的对待 我觉得在中国的教育当中 这是非常非常缺乏的 中国的个体 因为没有得到倾听 没有得到重视 没有得到平等 所以我们很难平等的 去对待另外一个人 我给大家讲一个 非常简单的故事 我有一次回老家 我们老家那个时候 实际上政府的税收之后 给带来了很多的福利 所以就修了马路到农村 然后就开通了公交车 大家知道在我小的时候 公交车是非常严格的 属于市政府 就只在城里面转 但是突然间 十年之后 公交车是可以跑到农村去的 这个时候 就是政府提供了60岁以上的老人 就有一张叫老年卡 一刷就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声音 叫老年卡 然后有一些老人家 就会坐车到乡下去 其实他也不下车 他就坐在车上 然后等车到了站 他就完全返回 我有一次回老家 我坐公交车的时候 发就是那个司机 发现有一个老人 刷的是老年卡 没有下车 这个司机在车里面 当着我们所有乘客的面 破口大骂 说这些人吃饱了 趁着没事干 天天坐车 你们天天坐车干嘛 我当时听得特别特别难受 就说这些老人 他拿着老年卡坐车 这是他的权利 这些老人家和所有其他的乘客一样 都值得得到尊重 就是中国人在骨子里面 没有说每一个个体都值得尊重 你是没有权利去责备这些人的 因为这是他们的权利 这是他们的老年卡 他可以随便怎么用 他即使坐一天 那是他的时间 他应该做这件事情 他在规则之内做这件事情 你作为一个司机 你作为一个工作人员 你没有资格去骂别人 所以当时我特别想跟这个司机讲道理 但是我觉得我可能会讲不通 我们在我们的教育当中 我们的老师是怎么去教我们的孩子的 有没有给他足够的尊重 就开班会这一件事情 其实我在讲这个工具的时候 我特别希望 这个工具被很多中国千千万万的 中小学的老师 尤其是班主任听到 如果他听到这一课的时候 嗯很好 他能够采用这种方法去开班会 他可以拯救很多中国孩子的童年 让孩子在小的时候 就得到倾听和尊重 得到认真的对待 因为我的孩子也在上中国的公立教育 作为一个对中国教育非常挑剔的人 如果大家问我说 那你孩子上公立教育 你对中国的教育满不满意 首先要说我的孩子在北京上的 还是一个非常 在其他人看来是一个很不错的学校 但是说句实话 我个人对中国的教育是非常非常不满的 一方面呢 大家可以说我是一个很挑剔的人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 我真的觉得我对于中国教育是有很多期待的 大家可能可以说我是有一点完美主义的 比如说在我的期待当中 中国的小学的班会就应该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流程 这样开班会就应该这样开 班会是应该这样开的 但是我听到我孩子的这个班级的班主任是怎么怎么做工作的呢 就是班主任进来之后说 我刚才出去五分钟 现在你们互相检举揭发 告诉我我出去的时候 哪个同学说话了 谁没有检举谁就IP 我听到觉得太可怕了 我觉得这个老师的价值观太可怕了 怎么能够鼓励一个孩子从小就把自己的同学当成敌人 要去检举他呢 人和人在一起是要去合作 要互相去帮助对方的 为什么去鼓励他们互相去竞争 去仇恨对方呢 这是什么思路啊 为什么老师会做这件事情 我就觉得 所以我刚才说到的这个正面管教的这个班会啊 每一个人都要得到认真的倾听和认真的对待 大家有没有发现 每一个人都发言 你说什么对方是能听见的 你自己提出的意见 你一定能够执行 我们最痛苦的就是 我们给孩子做规划 他不听呢 你能不能六点半就起床 你不要七点起床了 你每次七点起床 你不都是迟到吗 嗯有道理 但是他不做呀 他不执行呢 这是妈妈说的啊 我不理解 班主任说的我不理解 但是他有没有发现啊 正面管教的班会是 收集学生提出 我觉得语文作业太多 行呢 那这个同学说 我愿意陪他再做三十分钟 好 我问你 你什么时候开始执行 嗯非常不错 他有没有发现 这不是说班会的执行工具啊 我在新东方的话 曾经开过一个叫行动计划的一个会议 是一个管理工具的培训 我觉得非常有收获 行动计划这个非常现代的话的管理工具啊 作为美国上市公司 类似一张大型企业的中层管理者培训的管理工具 他当中的出发点 就是他的出发点和正面管教的班会是一模一样的 他也是一样的 就是所谓行动计划的会议就是我们先设定一个目标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托管班要收入2000万 那由管理者不断的去想我们应该执行什么样的行动 然后这个时候主持人过来确认你们这些行动是什么时候开始 怎么怎么检查能够有什么样的呃交付物 就很简单啊 其实我觉得背后的道理都是一样的 只有学生孩子自己提出的意见才能够更认真的得到执行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孩子拿到话筒的那一刻 十多双眼睛看着他 他是很紧张的 他要学会表达吧 他不能老结结巴巴吧 他结结巴巴其他的同学会不太烦的 你赶紧说呀 你到底什么意思 他突然发现表达是有压力 是有别人的期待的 别人的注意力是一种压力 他要利用好这种注意力 然后把自己的话说清楚 我觉得这位同学说语文作业太多 我并不同意 是因为我每天只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做语文作业 谢谢 表达完对不对 对孩子来说这句话并不容易啊 他要把它组织好并不容易啊 我来北京的时候去新东方当老师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公开演讲这件事情是很可怕的 是非常非常难受的 那实际上是一个人要不断的去训练的 当众讲话是一个压力很大的事情 是要不断的去训练 我在17岁之前都没有说过普通话的 只是说方言啊 我根本没有想到在我人生后半辈子 是用普通话和人交流的 所以都是要练习 孩子从小就开班会表达 另外的话还要练习倾听 要听 15个同学一个人一个人说 大部分情况之下你是在不再说话的 你不说话 但是如果你不听的话 你有没有发现 待会发言你跟不上 你无法投票 你不知道形成了什么样的决议 这件事情和你是相关的 都是孩子们形成的头脑风暴 你要听 学会了倾听 学会了等待 中国人等待的习惯是不是特别差 我们是在著名的中关村的 这个海淀黄庄这个新中关这个交叉路口在这里 我经常说这里的交通非常乱 我每次都下去恨不得要去指挥交通 我每次下面的这个喇叭乱成一团 就是晚上九点半在中关村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堵了 但是只要超过十秒钟前面那个车没有走 他就一定要鸣底 中国人没有耐心对不对 没有耐心就没有风度 我无数次在等行人 我开车我要等前面那个行人 后面那个车要不就是要超车 然后把行人吓一大跳 要不就是在我后面狂按喇叭 我以前总是挺愤怒的这件事情 后来我就学会淡定 我说不要因为他的这种出入去影响我的生活 我就他要超车 我没有办法 我管不了 我拦不住他 这是他的课题 我的课题就是我应该等待这个行人 让他先过 我能做到很有限的一点 这是我的课题 其他人他是混蛋 我就是这是他的课题 我很难我下去跟这个混蛋打一架 这不是我的课题 所以倾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 听别人说 一直等 等到机会轮到自己 从小的时候就做这件事情 然后还学会思考 学会思考就是 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用什么东西来进行解决 而要理解选择所带来的逻辑后果 我们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比如说以后 我们都去告诉语文老师 让他取消作业 这里面是有选择的 这个选择可能会带来一个后果 就是第一 我可能不会做作业了 第二 可能我妈妈不同意 第三 可能我的语文成绩会下降 或者A 我会多了40分钟玩 这都是由于选择所带来的后果 他要去理解这些后果 实际上是在培养一个孩子的逻辑 这个班会的这个形式 在培养孩子的逻辑 他在做决策 他在做取色 他在做思考 我选择什么就带来什么 这边中间是有逻辑的 逻辑是非常重要的孩子的基本功 我们现在给孩子培训托福的时候 我们会遇到这一类孩子 就是他培训了两年 这个孩子他就是不提分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孩子就他很听话 家庭非常和睦 爸爸妈妈都彬彬有礼 家庭的经济条件也非常好 孩子对老师也非常有礼貌 看起来也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孩子 学习智力都非常好 但是就是不提分 考到80分的时候 一年之后 这孩子分数没什么变化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类孩子存在 后来我们去分析这些 看起来非常好的这些孩子不提分 我们诊断出来 由我们的这个李鹏诚老师 首次提出 凡是这一类孩子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的逻辑不好 他的逻辑不好 就是因为他从小生活在非常优越的环境当中 他的父母从来就没有让他在冲突和两难当中去做决策 如果你说我又喜欢那个黄的 又喜欢那个红的 爸妈妈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其实父母应该交给孩子一个决策 说你现在想一想 你评估一下 你放弃什么 你选择什么 你怎么去评估的 这个时候孩子在思考 但是爸妈妈一次又一次的说 没关系 红的黄的都买下来 你不用思考了 他们用大量的方式去代替孩子思考 我有一次有一个妈妈给我打电话 说你看孩子这次又是考62分 托福62分 这是不及格的分数 说怎么办 我当时一听我也很难受 我压力也很大 我说我也很希望孩子提分 我说确实是 然后这个时候妈妈说了一句话 她说我觉得也是 我也很难受 但是我跟孩子说了 过去的事情就让她过去了 现在我们最主要来看 接下来怎么学习 我当时就特别想告诉这个妈妈 我说问题就在这里 你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她过去 不能这样 过去的事情是要承担责任的 62分 为什么没有提分 你过去哪一点没做好 哪一点可以做好 你能做出什么承诺 哪个事情要承担责任的 我们约定了什么 你现在需要做到什么 一定要让她去做这件事情 正是我们一次又一次去减轻她的责任 减少她的压力 她一次又一次错过了这种逻辑训练 所以班会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理解选择所带来的后果的一个逻辑训练的过程 当然也能面对冲突 同学跟你的意见不一样 人际的冲突压力是非常大的 最后再做管理或者是管理当中脱颜而出的能力 其实都是靠面对冲突的能力 所以班会我们刚才给大家看这个班会的几个流程 挺简单的对吧 围成一个圈 致谢感谢感激 然后宣读议程 每一条建议都写下来 然后宣读所有人的建议 问那个提出问题的人 哪个建议最有帮助 这个提出问题的人选了一个同学 问这个同学你什么时候要执行你现在提出的建议 要他承诺下来 这就是一个班会的 这是第一个工具 第一工具 看起来很简单 里面包含了很多正面管教的一些原理 在里面一些道理 然后当然如果一个 如果你是一个老师 或者你是一个管理者 你愿意去执行这个工具 你在这个工具的执行过程当中 你会学到很多很多东西 你会突然发现 哇这个工具非常好用 然后也会学到一些非常小的点 我在这里面把 简尼尔森 他给我们讲的一些tips 一些小的这个 就是他的经验 他做这件事情 长期累积下来的经验 给大家讲一讲 首先第一个就是要放弃控制 要邀请孩子合作 这个我觉得不用解释了 第二个就是要做出示范 比如说请这位同学说一下 老师使用礼貌用语 就是一个示范 第三个就是要客观 不要评价 不要评判 我们大量的家长 大量的老师 都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权威 这首先就不对 你是一个组织者 比如说不要审查 议程上的问题 写下议程本身就很重要 比如说有一个孩子就说 他说老师 我发现现在很多同学 会把班会变成一个 打小报告的机会 那这个时候的话 老师要不要去干涉呢 比如说这条是打小报告的 就撤下来 那简念生给我们的建议就是不要 如果学生认为这个是个问题 这个就应该列文 议程当中应该讨论的一个事项 就他觉得是说 班会变成打小报告了 行 那我们有一天开班会 就讨论这一件事情 然后所有人都参与 把这件事情解决 非常有启发 这些简念生写的这些小的点 都非常有启发 要问启发式的问题 比如说如果大家觉得 如果一个同学在发言的时候 很多其他同学开小会 这个时候班主人说 不要说话 你们不要说话 听到没 这个就是权 班主人实际上应该这么说 请问有多少同学觉得现在太吵了 同学举手 那知道意识到了 别人觉得我们很吵 我们应该声音小一点 问启发式的问题 我们在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 有些时候本身就是解决方案 这边管教有讲到一个这样的例子 一个班主人突然发现 班上的很多孩子都出现一个不好的习惯 嚼牙签 然后地上扔的到处都是牙签 班主人觉得很心烦 他跟孩子说了 你们能不能不要嚼牙签 孩子们都不觉得是问题 他觉得这个很好玩这件事情 为什么你觉得我没有影响你 没有影响其他人 然后这个班主人就连续三次都说 我就是要探讨一下这个牙签的问题 但是由于班会的时间很短 没有讨论完所有的问题 所以到了第三天 终于就轮到了 说好 接下来 今天我们一定要讨论一下牙签这个问题 然后有一个学生就说 老师 这个问题不用讨论了 为什么不用讨论呢 我觉得很重要 一定要讨论 然后另外一个同学就说 他说你现在看到有的有同学嚼牙签吗 然后这个老师一想说 好像真的没有啊 大家有没有发现 就我们把这个问题写下来说 我们准备去讨论 其实本身这个问题已经在开始解决 他已经进入到学生的注意力当中了 所以讨论一个问题本身就是解决方案 也就是说不一定要老师去找解决方案 真正的解决方案在于这些学生在这些孩子身上 寻找 第六个是寻找每个人行为背后的积极的意图 这个也非常重要 我们很多时候容易特别容易去评判一个学生 认为他人品有问题 道德有问题 如果是抱着这样一种评判 班会就没有办法开下去 比如说如果在班上有个学生作弊 大家通常会认为 作弊的孩子 小偷 道德有问题 那这样就没法聊了 一个老师一定要积极的去寻找 每一个行为背后的积极的意图 比如说可以问学生说 如果是Johnny他作弊 大家觉得Johnny为什么会作弊 然后有一个学生说 有可能他太想得到老师的认可吧 对 你看 一个作弊的孩子可能是太希望得到认可了 或者是说 他是不是爸爸妈妈给他的期待太高了 这个时候突然能够从一个作弊的孩子身上 看到很多 他其实在做这件错误的事情背后 可能有比其他的动机 能够被人理解的东西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给这个学生提供积极的解决方案 而不是变成一种责备和惩罚 很多时候开班会的 在刚开始的时候 孩子开班会 开来开去就变成责备和惩罚了 哎呀那是一个混蛋 你不要理他 他天天这样 他老捣乱 他老抓人辫子 就会全都会变成 孩子很难变成一个积极和建设的过程 这个时候特别需要老师去引导 要看到一个行为背后积极的意图 然后第七个是要每天开班会 每天开班会 我觉得这是我理想当中的一种教育形式 我们想象在一个美国的 非常优秀的私立的小学 有一个非常优秀的老师 这个老师四十多岁 他已经教了十五年以上的书了 他对教育非常热爱 他对自己的生活非常满意 他有良好的自尊 非常自信 同时也很尊重每一个学生 他在这个学校教书很长的时间 然后他对每一个孩子都觉得非常亲近 了解每一个孩子 他在他任这个班级的班主任 他不仅引导这个班上的学生读书阅读 而且同他们交流 而且他每次在下课之前 都会开十五分钟班会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就是我们所期待的当中那种教育 对不对 所以有些时候 我自己在谈 我对中国教育的不满的时候 有些时候我也经常有一丝不安 觉得说我是有一点期望值太高了 但是我个人认为 我自己在创业的时候 我想我的价值观叫关心影响改变 我们是一个留美的机构 我们是一对一的 那起码我觉得我们创业这四年半以来 我们能 我能做到的就是 每一个员工 以这个价值观去关心每一个孩子 我们现在一年的话 一千个学生 我不能确信这一千个学生 每一个人都得到了改变 他一生的关心和帮助 但是我能确信的所有的员工都是炒 都是用这个价值观在工作的 所以我觉得我既然我自己在社会当中 创造了一个非常小的产品 我自己是非常苛刻的去对待这个产品 对待我的工作的 那我在期待我得到别人的产品的时候 也是希望是非常优质的 我的孩子得到的教育 也应该是关心影响改变 就是简业生的这个正面管教当中 类似这种班会 就应该这样来开班会 好的 给大家讲三个工具 我在讲第一个工具的时候 好像大家可能会有一点点担心 那第二个工具特别简单 因为第二个工具实际上 中间的这个一个班会的范例 我迅速的给大家过一下吧 比如说史蒂夫是一个经常在操场上 造成很多麻烦的人 他老捣乱 又打人肢体冲突 那这个时候就开一个班会 一般的话 班会是应该当事人在场的 但是因为这个涉及到很多负面的评价 所以史蒂夫就不在班上 然后开班会的时候 大家这个班主人 首先问的第一个问题说 谁是最能制造麻烦的人 大家就迅速的说 就都来说这个史蒂夫了 哪些事情他给带来了麻烦 大家纷纷列举 他撞人 扯人小辫子 各种 好 这个时候班主人又问一个问题 你们认为史蒂夫为什么要这么做 那刚开始的时候 孩子都是一些责备 他是个混蛋 他特别不守规矩 他作用人的时候 他自己就很开心 突然间可能有一个同学说了 我听说史蒂夫好像他的妈妈特别忙 他爸爸跟他妈妈分开了 他妈妈工作特别忙 所以没有时间关注他 他可能特别希望我们关注他吧 当说出这个之后的话 其他人突然发现 原来史蒂夫有需要帮助的地方 那下面慢慢的就转向了 说原来是这样 我不知道这个情况 如果是他特别需要帮助的话 我觉得我就坐在他旁边 我可以在下课的时候 玩的时候叫上他 那他就开始纷纷提各种建议 这个时候就班主人在最后就说 有多少人愿意去帮助史蒂夫呢 他现在有这个情况 最后发现班上几乎所有的同学 都能提出各种各样非常奇妙的方法 想去帮助史蒂夫 所以后来班主任就直接 开完班会的时候啊 班主任就去找这个史蒂夫 他说史蒂夫 我先来找你 是因为我们今天开班会 就聊了你捉弄人的事情 你知道班上有多少人愿意帮助你吗 史蒂夫以为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助他 但他没有想到 几乎所有的同学都愿意帮助他的时候 他非常非常感动 他说哦 原来大家都很关心我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班会啊 一件很糟糕的事情 最后变成了一个 每一个人都出谋划策 然后去帮助人的这么一个 非常好的一种价值观的场合 然后这是这是这是班会的这个工具啊 我要讲的第二个工具呢 叫家庭会议 特别容易理解 因为家庭会议当中的流程 基本上是班会的流程 原理和原则也都是班会当中的 所以呢 这个还是比较容易 大家迅速的学会的啊 我们的孩子在小宝三岁的时候 基本上表达还说不太清楚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开家庭会议 就是因为妈妈参加了一个正面管教的课堂 然后他讲了班 就是家庭会议的这六个步骤 第一个是感谢 第二个是提出议程 第三个是每个人都表达意见 第四个是投票 第五个通过一个决议 第六是庆祝 我们完全是按照这六个议程来的 非常有意思 其实我今天还一直在找这个 我有一次讲座的时候 放过我们的孩子三岁的时候 在三亚我们去度假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非常小的事情 我们今天是出去吃饭呢 还是把饭买回来在宾馆吃 就这么一件小的事情 我们在那开家长会议 家庭会议 然后那个时候小宝才三岁吧 他在说感谢这一段的时候 大概说了一分钟吧 他就说不清楚啊 感谢 感谢 然后我就把它录下来 大家应该能想象出来 我们小时候啊 整个家庭在开班会的时候 开家庭会议时候的这个场景 先是感谢 孩子要学会感恩 我们今天有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比如我们去度假 是去草原 还是沙漠 还是去东北 每个人都表达意见 然后通过决议 庆祝 在正面管教当中 也有个非常好的 就是家庭出去旅游时候的 一个家庭会议 说到什么 比如说你们经常买零食 吃 每天问我要钱 看电 待在宾馆里 看电视不出去 然后这些孩子纷纷提出 每一件事情都提出来解决方案 因为爸爸提出一个议题 就是说我们要去度假 第一种方案呢 就是我跟妈妈去 第二种方案就带上你们俩 我现在呢 是特别倾向于 我跟妈妈去度假 因为上一次度假 我们就闹得特别不开心 有很多问题 吃零食 钱不够用 待在宾馆看电视 然后孩子纷纷表达各种 这个时候 比如说这个在度假的时候啊 遇到一些 比如遇到一些零食想买 他刚看到那个零食 转过头去 一看爸爸 突然想起来 开过家庭会议 自己承诺过 哎呀算了 我克服一下 所以这 那一次度假 他们全家都特别开心 就特别好 所以家庭会议 其实上跟班会的原理是一样的 而且更简单 更容易掌控 所以特别好 大一点的也可以开班会 也可以开家庭会议 小一点的就特别好 比如说在限制孩子看电视 看电视的时间到底多长 他们需要 你定了规则之后 孩子做不到 需不需要变更 什么时候练钢琴 要不要参加这个英语培训课 都可以通过家庭会议来决定 即使有些时候 孩子开完家庭会议之后 也不一定执行的非常好 那我觉得 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机制啊 我自己在做父母之前 我也每次都想 我很担心的一件事情 说万一如果我的孩子 成为一个不讲道理的孩子 怎么办 我很担心 那现在我的孩子七岁九岁 我觉得 现在我比较放心了啊 但如果知道说 我的孩子三岁就这样 开家庭会议 他是在一个被尊重的环境下 长大的 他应该不会成为一个 特别不讲道理的人 就是大家 说你们看到的那种熊孩子 一定不会出现在 我的家庭当中 所以现在我慢慢的放心了 原来我做事情的方法 我的培养的一些观念 只要我按这个方式去做 孩子是可以习得的 教育是可以被人掌控的 不是说你是有好的教育方法 然后你的孩子 还会教出一个熊孩子来 不是这样的 只要有好的教育方法 孩子一定可以教得非常不错 所以第二个 大家家庭会议特别容易理解 很建议大家马上执行 第三个工具是安排特别时光 特别时光 我有三个小具体的形式 第一个是家庭日 家庭日就是每周 尤其是爸爸 一定要定出一天来 说这个时间是我雷打不动 什么工作都不安排 一定是陪家人 特别重要 家庭日是我在我的朋友 严明身上学到的 因为他很早的时候就设定 他说周日是我的家庭日 那个时候 我大概是在孩子 大概有三到四岁的时候 才开始去制定家庭日 家庭日就是不能被 其他任何事情安排 当然自己在工作当中 拥有一定的这个时间 安排的权利也非常重要 这个我们不探讨 但是家庭日确实很重要 我的家庭日的执行 不能说非常好 因为作为一个创业者 有时候确实很多时候 比如说讲座出差 会有打破 但是对于我孩子 我家人来说 他知道周日是家庭日 约定熟成 在我们的价值观当中 周日就是家庭日 就应该给孩子的 那第二个是 一些特别的时光 比如说一顿非常安静的晚餐 我还特别印象很深刻的是 有一次我 有一个家长聊天 这个妈妈和孩子 产生的非常非常强的冲突 已经到很难调和的地步 后来又违反了一些纪律 然后被我们也停课了 然后我再给这个妈妈聊天 我就给了她一个建议 我说一定要找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西餐厅 在北京 我给她推荐了 西志门有一个小墨 特别安静 我说可以到这个餐厅里面去 然后非常安静的时光 然后台上有音乐 有人演奏乐器 然后跟孩子这个时候 可以多提一些问题 你的感受是怎么样 你觉得妈妈能做一些什么 妈妈以前哪些地方做错了 妈妈以后做哪些 你是能接纳的 我们能达成一些 什么样的约定 在那样的场合当中 能够更加让孩子放松下来 能更达成一致 非常重要 安静的晚餐 那这个可能跟比如说 这个生日啊 或者其他的方式是一样 有些时候 这种安静的晚餐 人越少越好 比如一家三口 不要爷爷奶奶参与 甚至有些时候 妈妈跟孩子 爸爸跟孩子 可以单独分开来 它会显得更具有仪式感 更不一样 这种场合 不是每天都出现的 一定要去一个 很好的餐厅 这个餐厅是你们不常去的 最好是安静一些的 不要去大排档了 没有什么意义啊 不是为了吃饭 就一定是 它是一个 一个让人身心放松下来的场合 然后呢 我还讲第三个 这个小的设置就是 因为我的孩子 有些时候一上车呀 他们就开始互相聊天 很闹 有一次我就生气了 生气了之后 我就脱口而出 说出这么一句话 我说你们再吵 我就使用家长权威了啊 然后这两个孩子 没有听说过 什么叫家长权威 他一听好酷啊 有点像 就是他看动画片里面的 这个主人公 突然要使出一个大招 你知道吗 他们就觉得很有 很有兴趣 说什么是家长权威 我说所谓家长权威 就是只要爸爸说 家长权威 这个时候 你们说什么都不算 只有我说了算 你们说什么都会被拒绝 我说家长权威 是特别时刻 只要爸爸用了家长权威 你们就全都闭嘴 什么话都不能说了 然后他们觉得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穿智的这种说法 但他们就特别有意思 他不觉得这个不公平 我觉得特别奇怪 因为在其他情况之下 如果我要说这个的话 他肯定接受不了 所以后来的话 我就把这个改型叫家长权威卡 我就是小一点的朋友 可以玩这个游戏 15岁16岁 我估计孩子就很鄙夷的看你一眼了 那如果孩子 比如三岁六岁 五岁 你可以告诉他说 爸爸有两张家长权威卡 有时候爸爸生气了 我就掏出这张卡来 看到这是什么 这是家长权威卡 所谓家长权威卡 就只有我能说话 你不能说话 你的所有的建议决定 全都被废掉了 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 那这些东西 都是一些特别特别的时光 这些特别的时光 有很重要的意义 因为它会让自己的孩子 比如家庭孕 家庭孕让孩子 感到价值感和归属感 我是这个家庭的一员 我很重要 爸爸很爱我 他会安排出 专门的时间来陪我 而且有些时候 你更能解释 我孩子 为什么我现在不能陪你 比如说这个三天 我在做读书分享会的时候 因为为了让家人更安静一些 我就在学校做分享 我连续三天 回到家的时候 已经十点半了 那实际上陪伴的时间很少 这我就可以说 周日爸爸陪你 周日是家庭日 周日爸爸陪 他们就很能接受 他会等待周日 有什么游戏 什么等待周日 跟爸爸一起做 第三个是知道自己是被爱的 因为孩子经常对这个发生怀疑 父母有时候也发生怀疑 我孩子爱我 其实孩子也发生怀疑 就要反复的不断的确认 通过一些特别时光去确认 我们讲了正面管教的三个工具 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三个工具 第一个工具是班会 这个班会其实可以用到很多管理 或者生活当中 其实第二个工具 家庭会议就是班会的变体 大家一定尽快的使用起来 一定要早日开班会 如果大家听完之后 今天我准备今天开班会 然后第三个工具就是设定一些特别的时光 一顿饭家庭日或者是家庭权威特别时刻 类似于这样一些具有仪式感的东西 能够让孩子感觉到被爱 所以正面管教这本书 其实讲的内容非常多 正面管教的第三讲 七项重要的感知力 最后一讲 其实这本书里面还是有很多的内容 我们还没有涉及到 今天我特别想把这本书当中 涉及到的其他的一些知识点 给大家迅速的讲解一下 首先第一个我们今天想讲的 第一个话题是 七项重要的感知力和技能 那这个其实我在第一天就想讲 因为它的内容非常多 如果大家用手机看的话 这里面的字也比较小 我挨个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首先第一个 简尼尔森认为 七项重要感知力的第一项 是对于个人能力的感知力 就是我能行 我知道我是可以的 我能做到哪件事情 这是一种自信 自信和不自信的人 大家在生活当中 你的身边的朋友肯定能见到 那大家都不喜欢不自信的人 大家都希望自信 但是自信和不自信 背后产生的结果是什么 如果大家回想 简尼尔森给我们 创造的这些教育的工具 回想一下就是 阿德勒在心理学当中认为 要通过鼓励一个人的自尊 去培养一个人的自律 大家就会发现 就是正面管教的这些工具 更多的是在鼓励孩子 成为对自己自信的人 我之前在2009年的时候 曾经在昆明新东方 工作过一年半 当时我们的校长叫庄仲 庄仲老师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 也是一个非常有领导魅力的人 实际上他的年纪比我小 比我年轻 他是在新东方系统当中 年纪最小的校长 那我在他的身上 实际上就看到了自信这两个字 然后由自信 我又引发出另外的一个词 叫得体 有一次的话 是昆明市的副市长 来我们学校参观 然后会面 然后我发现 庄仲在不同的社交场合当中 都能表现出非常得体的举止 所以我当时我在昆明新东方 工作的一年半 在他身上学习到很多东西 那对于成年人来说 对于自己充满自信 是在不同场合表现得体的一种认知基础 所以对孩子的教育来说很重要 第二个是对于自己在重要关系当中的价值和感知力 我知道我的贡献有价值 大家需要我 当我的孩子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我曾经有一点担心 就是我的孩子在学校里面能不能交到朋友呢 大家会不会喜欢他 后来的话一年级二年级之后 当我看到我的孩子融入到这个学校的群体 班级体当中 我再稍微放心一些 但由此我的内心就产生了一些疑惑 我在想当我们一个人进入到一个团体当中 我们是怎么样才能得到他人的接纳 这种被接纳的能力来自于什么地方 那就是来自于第二种能力 就是我知道我在重要的关系当中的价值和感知力 我知道我是有价值的 大家是需要我的 包括我们在两性关系 在同事的关系 或者在一个大的集体当中 一个人深知自己在关系当中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一个人认为在自己的价值 在关系当中没有价值 就会对一个关系产生依附 因为我是没有价值的 所以我要依附别人 比如说你是女孩子 你早点嫁人就可以了 就是在破坏这种自我的价值 其实女孩子不要读太多书 读太多书嫁不出去 女孩子找一个好人家嫁就可以了 这就是在破坏一个人在关系当中的价值 在两性关系当中 我们非常鼓励女性一定要去依附另外一个人 这才是最大的价值 这是不对的 同时我们也经常说一句话 叫男孩要穷养 女孩要富养 我非常反对这两句话 我认为男孩和女孩的养育方式都是一样的 就是这七项重要的感知力 没有什么富养和穷养 这些都不重要 物质在于孩子的养育过程当中 并不是那么重要 尤其是当孩子十岁以下很小的时候 青春期的孩子对于家里的物质条件 以及社会地位相对比较敏感 或者有可能影响一个孩子的同一性的发展 但是小时候其实影响不是很大 我记得当时我们在上一个房子里面住的时候 是一个不到80平米的一个小房子 非常小 然后胡小宝就要跟我在房子里面打羽毛球 大家知道这个客厅里面基本上是寸步难行 还能打羽毛球 他那个时候应该是两岁多吧 然后我每天就非常愧疚 作为一个成年人 有很多成年人的评价 就是不断地问小宝说 小宝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地方太小了 他打得非常开心 他说不小啊 很好啊 他从来不觉得这个地方很小啊 大和小对他来说没有那么重要 最重要的是爸爸在跟我玩啊 他跟我玩得很开心 这个玩这件事情比这个场地大小重要的多得多 我在这个关系当中是有价值的 因为他受到了父母的关注啊 这个特别重要 那只有在关系当中觉得自己是有价值 才能具备独立的人格 才能在恋爱当中成为被他人欣赏的人 就一个人到底为什么会喜欢另外一个人 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 为什么会喜欢另外一个人 他喜欢的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对方这个个体也知道说 我跟你谈恋爱 我跟你是平等的 我有我的价值 我能够对你有价值 这样他对于两性关系或者亲密关系 才会比较自信 否则的话就会不断地找到一个 依附你的人 这种依附会让这种关系变得非常辛苦 第三个是对生活的力量的感知 我能够影响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情 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有ups and downs 就是有低谷 也有非常得意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的职场有非常漫长的上升期 昨天我的文章 应该在第一天我的文章 我就写到 就在新东方的时候 我身边的同事 我总觉得他们都比我优秀 一个班100个学生 公平地给每一个老师打分 我的同事的打分总是比我高 这是一件让人很绝望的事情 那我们怎么去处理 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遇到的这些不如意 我们对自己在生活当中的力量 有感知 并且我能够去影响 这样的话 一个对自己在生活当中 力量有感知力的人 就能够变成一个建设的人 否则的话 你就会不断地听到抱怨 我不行 我做不到 他比我聪明 他比我更好 我没有他强 那一个对自己力量有感知力的人 就是说 如果我努力 我也可以做到 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天赋 我认为练习可以做到一切 你并不比我更加优越 你只是练习的时间 努力的时间比我长 如果我花更多的时间去练习 我也能做到 通过 第四点就是说 内心能力下 有能力理解个人的情绪 那这两点我觉得是非常像的 第一个是感知到自己的能力 第二个是感知到自己的情绪 能够利用这种 对自己情绪的理解 做到自律和自我控制 我们在生气的时候 我们在失落的时候 我们都能意识到 我现在是很愤怒的 我现在是很生气的 然后能控制自己 我记得前两天 我爸来北京 大家知道火车站的秩序 是非常混乱的 非常混乱 然后我在进这个闸口的时候呢 由于这个列车员 花了太长的时间检查我的票 因为大家知道 入站在北京西站 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 当时人很多 就给我手写了一个票 那后面的人就非常不耐烦 他就老推上我 推我 推我的时候 我也生气了 然后我也推了他一把 然后这个人就暴跳如雷 要跟我打架 其实那个时候 我知道 哎呀 我不能打架 因为打架的话 就会失控啊 但其实破坏了 我自己生活的感受啊 但是由于情绪不断的上来 所以说尤其是男性啊 他就会迅速的上升到暴力啊 所以当他不断的激怒我的时候 我站在那里的时候 我特别特别生气 然后我就在想 要不要跟他打架 要不要跟他打架 我不断的 但是最后我还是忍住了 没跟他打 很难受 整个这个人非常非常痛苦啊 但是我知道 我应该控制我自己 控制我自己 我不能跟他打架 就是有能力理解个人的情绪 并且能够做到自律 我们很多孩子 有些时候暴跳如雷 满地打滚 不听父母的 因为他没有做到第四点啊 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第五个是 人际关系的沟通能力强 善于他人合作 并且在沟通协作 协商 分享 共情和倾听的基础上 建立友谊 就是能够合作的人 就能够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同事 我们很多的同事 容易发现 这个老师 很好合作 就是因为他能够沟通 能协作 他能够接受批评 我们有个老师 叫大伯 Jonathan 是一个英语非常非常好的老师 我面试的时候 他跟我说英文 说到我自己都觉得非常自卑 他每一句话说出来 都是文章 如果把他的话 如果录下来的话 写下来的话 就是一篇文章 事实上 他也在很多外文期刊当中写作 写文章 然后自己是伦敦学院 伦敦学院毕业的 大名校 很早的时候就出国读书 中文的话 已经不如英文好了 那这个老师在上课的时候 他的课程质量和深度 是非常好的 但是有一次呢 他就拒绝给一个成绩 稍微弱一点的学生上课 他说这个学生我不教 太差了 那这是老师自己的理解 但是呢 企业有企业的安排 企业有企业的规则 所以我们就跟这个老师 去谈的时候说 大伯你不能这样 那这个老师就会 他可以倾听 协商 他能分享 然后跟我们能共情 最后完全达成了理解和一致 我明白了 为什么需要我去承担这些工作 为什么不好 就成绩稍微差一点的孩子 也值得同样的教育机会 为什么在市场当中 我们接受一个承诺 就应该去执行 我跟他分享这些都听得懂 非常好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同事 非常理智的人 人际沟通能力强 就是这一点 第六是整体把握能力强 我觉得整体把握能力强 就是用责任感 适应你灵活性 政治的态度来对待日常生活的各种限制和行为后果 以及后面那个判断能力强 运用智慧 根据事宜价值观来评估局面 比较像 这两点比较像 我觉得可以放在一起来讲 首先责任感 答应的事情一定要做好 孩子承诺早上七点钟起床 不会耍赖 自己要收拾房间 自己能做到 同时还具有灵活性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听过 我们原先小学有一篇文章 说一个孩子捉迷藏 但是由于后来那个孩子就回家去了 然后这个孩子就不回家 后来的话 没办法找了一个军人说 我是军官 我现在命令你赶紧回家 我们听这个故事 到底哪里有觉得不对劲的 这个孩子难道是真正就是说值得表扬和鼓励吗 其实不是这样啊 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 既要承担责任感 同时也要根据事宜的价值观来评估这个局面 并且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我记得就是我们曾经发生过一件非常小的事情 我们在新中关大厦的一楼 有一个学生推着自行车要上我们5A层 要上来 但是那个物业的保安就把他给拦住了 说不能推自行车上去 他理解不了后来他就跟保安打架 最后就把警察给叫来了 他觉得这个保安要迫害他 这个就是孩子在具体的这些规则当中缺乏灵活性 这个大厦的规定 他觉得很难理解 他没有办法根据事宜的价值观来评估这个局面 然后能调整自己的行为 那这七点啊 还是比较抽象 大家可以对照一下 我今天之所以要拿出这七点来讲 是因为我总是因为我每天都要做很多面试 我面试呢是一个基本上就是一个二十多岁的一个 从本科研究生毕业出来的一个成年人 他即将进入职场的时候的样子 也就是说我们的父母在三四岁四五岁的时候 你们教育的结果最终一步一步走 十五年二十年之后 我在面试的时候能见到不同的作品 不同的家庭 大家知道我的面试有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 我估计很多面试官都不会提的 就是你觉得你爸爸妈妈是什么样的教育风格 然后你赞不赞同你爸爸妈妈的教育风格 我有几个非常大的感受 第一个就是在二三线城市当中 很多孩子的回答都是我的爸爸妈妈对我是比较宽容的 如果进而去问的话 实际上是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参与的比较少 第二个就是大家会发现 每一个孩子都有父母的影子 当你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 实际上你大概都知道了他父母的教育风格 以及父母的样子 所以我在这里讲七个最重要的感知力和技能 是因为我在我面试的对象身上 看到了大量的这七个能力之后形成的结果 也是我在面试人的时候所形成的判断的依据 我怎么样判断这个人能不能在我们这里工作 像我今天面试了三个老师 我们通过了一个老师 这个老师通过的这个老师是在纽约大学 读研究生毕业之后回国 那其他的两个没有通过的 不仅有海外留学的经历 而且有非常长时间的工作的经历 但是没有通过 为什么 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有些时候相同的 就大家 就是留学只是一个敲门砖 你们都拿着留美的这种背景 都拿着在美国读书的研究生的这个背景 但是真正对于人的评价实际上是对于过去 他所发生的教育的总和的评估 你接受了什么样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 还有学校的教育 七项最重要的感知力和技能 对于家长来说很重要 应该不断地去思考 用这个作为大家家庭教育的一个总的参考的原则 对于个人的感知力 对自己在重要关系的价值和感知力 对自己在生活当中力量的感知力 内心的能力强 人际沟通能力强 整体的把握能力强 判断能力强 大家好好体会一下 那第一点就是七项最重要的能力 第二点的话呢 我今天特别想谈一下 就是我们在家庭和孩子身上 经常看到一些行为不当的这些孩子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 大家还是很多都会提到 哎呀孩子不听话 冲突特别多 我怎么跟他讲道理都不听啊 要不要使用惩罚 那我讲的第二点就是 当我们看到一个行为不当的孩子 比如说这个孩子砸东西 这个孩子生气哭闹 不听父母的 或者不断地跟父母去争论 那他的主要的原因 下面四条 第一个行为不当的孩子 是一个上市信心的孩子 他没信心 没有信心 他就觉得说 那些是优秀的孩子 他们当然可以做到 我不是优秀的孩子 我是成绩一般的孩子 我没有别人好 所以他拒绝配合 第二个是感受不到归属感和自我价值 很多时候孩子做的很多事情是为了获得父母的注意力 因为获得了注意力 他才能确认我是妈妈的孩子 我是属于这个家庭的 因为妈妈爱我 我有价值 实际上我昨天的时候 我不小心再看到了我的孩子 阿宝和小宝小时候的视频 我现在在看这些视频的时候 又产生了很多新的感受 我发现我们在拍一个孩子的时候 我们用手机在拍一个孩子的时候 另外一个孩子一定会在旁边不停地叫妈妈妈妈 说妈妈妈妈 妈妈你怎么不拍我呀 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因为我们两个孩子年龄比较接近 所以他们当时一个是两岁 一个是三岁半 所以你在拍小的时候 大的就会不断地说 请赶紧注意我 获取注意力实际上是孩子的一种天然的属性 第三个是想要归属感 却不知道如何表达 那在简安尼也森的正面管教当中 有一句话是这样的 说如果孩子所做的所有的不当的事情 让你生气的事情都转化为一句话 说妈妈其实我只是想多获得一些归属感而已 你觉得面对这样的孩子你会去责备 你会去责备他吗 这样不会对不对 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如何去表达这句话 所以他们做了大量行为不当的东西来引起你的注意 像他们要表达的实际上是他追求的归属感 第四个是寻求权利要我说了算 我们的孩子在两岁多的时候就开始抱怨了 哼为什么又是你们说了算 其实争论的都是一些非常小的事情 比如说晚餐到底是吃米饭还是喝粥 因为他们就天天他们喜欢喝粥 但是我们在家里经常给他们准备米饭 所以他们很不满 很不满之后他们就特别想把这个权利接管过来 在寻求权利的时候和家庭有很多的冲突 在阿德勒的书当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 他说我可以用14天的时间去治愈一个抑郁症患者 他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说当他有一个严重的抑郁症患者来找他的时候 阿德勒告诉他说 你每天为别人做一件事情坚持14天 这样的话你的病就好了 但是没想到这个抑郁症患者说 凭什么要我替别人做事 没有人替我做任何事 然后阿德勒一听 然后就开玩笑的说 哦是这样啊 那这样看起来可能需要21天了 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去帮助别人 他感受到价值的时候 他所有的抑郁就全都会消失 他能感受到自我的价值 他就能感受到归属感 这样的话他的抑郁就没有了 OK 我们很多孩子的不良的行为 实际上是因为他没有感受到归属感和自我价值 比如说有一个孩子在打电 在妈妈打电话的时候呢 不停的打岔 大家有没有 有这样的孩子这样的行为应该 比如说你在和你的朋友聊天 说话的时候 这个孩子不停的拽你的衣角 不停的打岔 然后不停的打断你 说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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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这个时候他就实际上就想寻求一些你的关注 这个时候有一个妈妈做了一件非常聪明的事情 他把手表递给女儿 然后说乖乖你看到这根秒针了吗 你瞧着他转 如果他转上整整三圈的时候 妈妈的电话就打完了 结果这个妈妈不到一分钟就把这个事给说完了 挂了电话之后呢 他的孩子非常认真的在看着那个表 然后跟他妈妈说 妈妈妈妈妈你还有时间呢 你还有时间呢 为什么一个频频打断你的孩子 你在交给他一个任务之后 他就非常仔细的去执行这个任务 因为他感觉到 哦这是我的责任 我应该去完成它 这是我的工作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我觉得很生动的一个例子 就是告诉我们说 很多时候在我们眼里孩子的不良的行为 包括一些争论和叛逆 实际上是孩子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已 如果我们的父母理解了这一点的话 然后才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三点 我特别想把今天的最主要的时间 放在第三点 就是说我们如何去赢得合作 我们现在父母很多时候在 平时生活当中感到最为难的一点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孩子很多时候已经有一些不良行为了 就是似乎他就是一个不完美的作品 这些不完美的作品当中 体现了很多让大人难以忍受的一些缺点 很多时候我跟妈妈一起面谈的时候 我也特别承认 他的孩子并不是一个很自律的人 专注度也不好 自己承诺的事情很多时候都做不到 甚至对于别人的情绪不回应 显得非常冷漠 对于家长也不是很尊重 你要问他什么 他完全沉默 根本问不出来 其实孩子的种种这种表现都让父母很抓狂 如果父母由于这种失望 然后反而倾助于情绪 借助于情绪 不断地进行责备的话 其实这件事情就越往泥潭当中走 就很难再拔出来了 所以今天我特别想把时间给第三点 就是说如何赢得孩子的合作 特别是当一个孩子已经有一些不好的苗头的时候 你觉得他很难沟通 你们的教育当中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 有一个什么样的策略可以把这些都扭转 一共有四步 第一个是表达对于孩子的理解 核实你的理解是对的 第二个是表达出共情 而不是宽恕 第三步是告诉孩子你的感受 要真实而友善 第四步是让孩子关注解决问题 达成共识 这是在理论的层面 下面我讲几个案例 一个孩子怎么去赢得他的合作 简尼也森曾经有一个这样的案例 他讲了 有一个父母在衣柜里面 有一次收拾衣服的时候 突然发现女儿的衣柜的衣服后面 竟然藏着六罐啤酒 那这个时候孩子已经到了十多岁青春期的时候 他看到这些啤酒 他就特别担心自己的孩子会在外面酗酒 或者是跟一些行为不良的青少年一起做坏事 所以这个父母就非常非常生气 由于他对于未来这种担心 这种没有安全感 更加转化成一种焦虑 所以他拿着啤酒去做这件事情 就问他说这是谁的 然后孩子不说话 因为他已经看到了父母的责备了 在责备当中就是一种抵抗 所以他就用沉默去对抗 所以这个父母就更生气了 你不说话对不对 别跟我耍花 叫我告诉你啊 小姐你告诉我怎么回事 然后孩子继续不说话 然后他就准备要拆穿他 我就在你的衣橱发现的 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 因为父母这个时候觉得说 他表现出愤怒的时候呢 孩子就会引起重视 然后用愤怒去推进这件事情 去得到解决 果真孩子在愤怒之下遇到了压力 他只好说 我都忘了这回事了 我帮一个朋友藏的 这个父母肯定是不相信他 说你以为我会相信吗 大家知道 这是一个场景 A的方案啊 是我们在生活当中 大部分都出现的 当我们一个孩子 出现不良行为的时候 大部分情况之下 我们的父母会借助 自己的情绪和焦虑 先把焦虑发泄完再说 但是发泄焦虑的时候 最后实际上很难形成合作 这是第一种 第一种方案 第二种方案 我们刚才曾经提到的啊 就是说四个四个这个步骤 第一个是表达对孩子的理解 然后要核实 我的理解是对的吗 然后要表达出共情 但是不要去宽恕他 第三个是告诉孩子 我的感受是怎么样 显得要非常真实 非常友善 然后要告诉孩子 关注 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啤酒 就是这样的啊 然后他们吵了一架之后呢 这个场景就是不欢而散 不欢而散到第二天 晚上回家的时候呢 这个爸爸就在想说 好像我前一天 我做的有一点点过分 我决定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回到这四步啊 实际上第一步就应该是 表达你对孩子的理解 所以应该是 在这个书当中 应该是这个妈妈 这个妈妈就上前 跟孩子走到她的房间 这个孩子 这个女儿就非常警觉 她觉得 你看又来了 所以很怀疑的看着她的妈妈 但她的妈妈 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她说孩子 我敢肯定那天晚上呢 因为那六罐啤酒的事 我冲你大喊大叫的时候 你是不是觉得 妈妈一点都不关心你 这个孩子一听这句话 好像这里面有关怀 对不对 她马上就看着她妈妈 说这是你要做什么 她说 其实孩子 我特别想告诉你 当我拿着这个六罐啤酒 来找你的时候 妈妈非常非常担心你 是因为我太爱你了 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孩子基本上就打开了心扉 然后他的情绪 可以完全释放出来 然后眼泪就掉下来了 说妈妈 你责备我的时候 我真的非常非常生气 我觉得你一点都不爱我 然后这个时候 妈妈才可以抱一抱她呀 拥抱一下呀 说妈妈特别理解你 理解你之后 妈妈只是非常担心你 你和其他的孩子一起出去喝酒 然后这个时候 孩子才能够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他说妈妈 我没有 我真的是替朋友藏的这件事情 OK 当我们真正表达对孩子的理解 表达出共情 告诉孩子你的感受 表达出你的友善的时候 孩子才能激发出一种善意的力量 所以当我们的父母经常问说 哎呀 我的孩子真的是由言不尽了 我要不要惩罚 要不要责骂 就当我们是这样想的时候 这件事情就没有解决的余地啊 如果问这个问题的父母 特别应该看一下 我们今天这四个步骤 然后来尝试一下 你看看 是不是在你的嘴里面 能够说出这样的话 说是不是因为妈妈 昨天责备你 你特别难过 觉得妈妈一点都不爱你了 如果有的家长他说 哎呀天哪 这都不像我说出来的话 注意啊 这就是问题 你看 在你的家庭当中 你的语言体系当中 是没有这种非常平等和共情的语言 这就是家庭长期冲突的原因 你们总是用惩罚家庭权威 去压制另外一个对象 所以孩子不断的进行反抗 这就是问题 如果你能说出这样的话 或者在你的家庭当中 说你是不是觉得妈妈一点都不爱你 这样的话变成一句非常正常的话 家庭当中 真挚这种东西 才会变得比较自然 有些家庭 他说这样的这样的句子 对我们来说太肉麻 那这个是问题啊 应该长期的去说 在这面管教当中 还有另外的一个例子 是琳达放学回家的时候呢 不停的抱怨 他的老师在全班面前去吼叫他 那第一种方案就是说 得了吧 你肯定做了一些老师非常生气的事情 老师才不会无缘无故的吼学生呢 这是第一种啊 大家猜一下 当一个妈 爸爸妈妈说出这样的话 孩子是什么反应 他觉得自己不被信任 没有归属感 自己没有价值 因为自己受到了责备 对吧 那第二种方式就是 跟这个孩子说 哦 是吗 哎呀 我肯定 肯定老师当着你吼叫 你觉得非常丢人吧 这是一种理解啊 所以在正面管教当中特别强调 我们对于孩子不要表扬 一定要鼓励啊 为什么啊 表扬和鼓励这两句话 听起来非常非常像 我在这里还要再说一下 这这这两件事情啊 表扬这件事情呢 实际上是表达一种满意的评价 但是鼓励是鼓起对方的勇气 当我们说表扬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指向于你这个人 你不错辛苦了啊 挺好的啊 刚才我们杨安老师过来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辛苦了 说完之后我就觉得不对 我觉得我应该说 谢谢你杨安 谢谢杨安 因为鼓励是一种指向行为 你做得很好这件事情 表扬是一种对于人的认可 而且是对于结果的认可 这件事情做得不错 丫头做得不错 干得很棒 但是鼓励实际上对他的努力 以及对他的改进的认可 你尽力了 你觉得你对你的努力感觉怎么样 在表扬的时候呢 我们很多时候还特别容易拿出一种长辈的权威 一种一种价值 就说哎 我很喜欢你的坐姿 我很喜欢你现在说的这句话 大家看我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实际上我我认为我们是权威 我们能够给予对方表扬 这是一种评价 但是感谢或者是鼓励 我们对一个人进行鼓励 这是尊重 是欣赏的 比如说哎 谁能告诉我 我应该怎么样做才可以做得好一些吗 嗯 妈妈看你这个样子是 做得非常不错的 如果你这样坚持下去的话 你的钢琴一定会练得更好 所以在赞扬和鼓励之间 实际上是有巨大的区别 因为阿德勒一直是认为 自我价值是让一个人改变自己行为的最重要的原因 一个人一定要感觉到归属感和自我价值 所以在赞扬和鼓励之间 阿德勒选择了鼓励 所以我们说当一个孩子有不良行为的时候 我们要如何赢得他的合作的四步的第二步 就是说要表达出共情 而不是宽恕 我跟你 我理解你的感受 我不宽恕你 不是我是父母的话 我就可以去原谅 所以父母不要说出这样的话来说 孩子我都原谅你了 这句话 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就承认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 告诉孩子你的感受 真挚和非常友善的 所以当这个孩子说 哎呀 老师在全班面前对我大吼大叫 不要说得了吧 老师可不会无缘无故的大喊大叫的 要说 我敢肯定 老师在当着其他人的面吼你 你肯定觉得非常丢人吧 这个孩子说 对呀 我觉得真的我太丢人了 然后说 嗯 我记得 下面这一段就是共情 我记得我在六岁的时候 有一次啊 我迟到了三分钟 老师让我站在那个讲台前面 我真的觉得自己太丢人了 这个时候孩子就会觉得说 哦 原来你理解我的感受 对 然后再转向下面一步说 嗯 那我们能不能想一个办法 免得以后老师又在同学面前 冲我大喊大叫的 所以这两种方案当中 就在第二种方案当中 这个孩子才会跟父母参与到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 他说对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今天我没有带课本 然后这是我第三次没带课本了 我觉得如果我再不带课本的话 老师肯定还会冲我大喊大叫 要不这样 妈妈 你下次你记得提醒我带课本好不好 然后妈妈说 我觉得这个可是你自己的职责 我觉得你还是要自己记好 你能不能这样 在你的小书桌前面写一个小便签 说记得带课本 这样好不好 孩子说 嗯 我觉得你这个方法不错 大家看A方案和B方案 B方案当中 这个孩子在参与 在解决这个问题 A方案就是 你连孩子为什么会在全班面前被老师大喊大叫的原因 他都不会告诉你 因为他已经和你对抗 所以今天我其实特别想把这个我们的内容放在这个如何赢得合作的四点四步 大家可以来回顾一下 第一步要表达对于孩子的理解 然后要确认妈妈说的对吗 是这样的吗 我们现在有很多孩子 比如说作业没有完成 晚自习的时候没有回家 是出去打游戏了 然后考试的时候分数往下调 答应老师的作业没有做 本来说今天十点发反馈没有发 我们的父母大部分都是以责备收藏 而大量责备的父母呢 过来告诉我们说 老师啊 我告诉你就是 这个孩子在家里我们是管不了 完全管不了 所以我们想交给你来管 这些都是不对的想法 就是在过去的这个我们的教育的方式当中 有很多就是错误的 没有办法说交给别人来改 要改的是家庭教育本身 我们在和孩子谈论的谈判的方式本身就应该改 要表达对应孩子的理解 你这次考试倒退了两分 你是不是觉得特别难过 这是激发一个人善意的最好的方式 孩子说是 我觉得特别难过 我真的我都不想学托福了 我特别理解 因为妈妈有些时候考试倒退了 我也觉得特别难受 大家就没有发现 这些对话在唤起一个人的自尊 只有自尊之后才能做出自爱 说我一定要考得更好一些 妈妈你说我应该怎么办 当一个孩子问出这样的问题 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兴起 但是我们看到的很多对抗的家庭 没有一个孩子会愿意这么说 而且很奇怪的是 很多父母坚信自己的孩子 绝对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 为什么很多孩子 老师的合作非常好 但是只要一到家庭当中 就完全失控呢 完全是对抗呢 只要这个人走到家庭的那一刻 他已经做好了一种战斗的准备 他说我回到我家里面 我就要面对责备 面对责备 我就必须要对抗 所以学校和回到家 是完全是两个样子的 就是因为没有做到这四点 你要表达对孩子的理解 核实你的理解是对的 然后表达出共情 不要去宽恕他 孩子过去的事情就过去吧 谁说的 你说了算还是孩子说了算 你为什么能够宽恕孩子 作为父母就一定具有这个权威吗 你应该看情是孩子的朋友啊 第三是要告诉孩子你的感受 当你说你也曾经遇到这样的困难的时候 你和孩子就能达成共情 其实在心理咨询当中同样也有啊 我们把这个叫自我暴露 自我暴露的时间不能过长 如果过长就有一点刻意 很简短 妈妈也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事情 要争执和非常友善 大家看这四步的时候 不仅是一个家庭教育当中 应该出现的沟通的方法 其实在很多场合都是 我昨天写一篇文章 就是在我们在陌生的场合 其实我们跟陌生人 也存在很多的谈判 我们希望他按照我们的方式去行事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是从他发一通脾气 最后你们俩打一架 对吧 我们要赢得合作的话 其实这四步是非常经典的 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在企业当中最艰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我就对我来说是开人 你要开掉一个员工 真的非常艰难 本身就是比较温和的个性 我在面对冲突的时候 每一个人在面对人际冲突的时候 都很痛苦 因为在我的个性当中 我总是有一种成人之美 我总是希望别人开心 这个是我小时候的教育 和我的个性决定的 那开一个人就是非常艰难的工作 但是作为创始人 你必须要开人 对不对 你要承担最高的责任 你不开谁开 但是我开人的时候 我从来不会让开人 这个要离开这个公司的人 他会觉得非常屈辱 从来不会 基本上也是这四步 要表达对于对方的理解和感受 然后我们在谈说 你要工作的时候 实际上是从对方的角度出发的 你现在的工作感受是这样 你在这里发挥的价值 如果你的可能性是怎么样 实际上我们双方都在选 今天说的 其实不是要驱使一个人离开 而是觉得我们双方都不合适了 就像两个恋爱的人 你们双方都不能给对方带来欣喜的感觉 不能给对方能量 你们就应该分开 如果你们继续耗尽去 这份关系就会消散你们生命的很多的能量 你们会让对方各自痛苦 所以工作也是一样的 工作和不工作 其实不涉及到其他的评价 更多的是这份工作 这个职位已经不适合你了 然后表达出你的感受 有些时候要和离开的人有一些共情 我知道离开一个公司有多么艰难 然后要达成一致要关注解决问题 你离开公司 你觉得我们能做一些什么 帮你做一些推荐 还是给你推荐到我的朋友那里 还是我们给你出一份比较好的 这个真实的评价 这也是赢得合作的一种方法 在我的创业的过程当中 也数次和一些人谈的这些 这都是非常艰难的对话 但是我基本上都是采用这四步的方式 最后达成的比较好的结果 所以这个除了是一个说家庭教育的一个工具之外 我觉得对于我们在生活当中 工作当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所以这是我今天谈的第三点 就是如何赢得合作 这非常重要的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讲的三件事情 第一件相对抽象一些 叫七个最重要的素养 家庭教育当中七个最重要的能力 感知能力和技能 那第二个的话我们谈了一下说 一些行为不当的孩子 在背后的原因是怎么 父母到底应该达成什么样的认知 才能够开始帮助孩子去做建设 实际上它是第三个叫四个最重要的工具当中 四个最重要的步骤的一个铺垫 你要达成 你要理解行为不当的孩子 你才能够开始去操作 如何赢得合作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 我今天要讲的内容 其实就是这么多 两个案例 最后的话特别想说 在这面管理之后结束的时候 特别想说一句话 孩子是父母的作品 教育是全家人的创业 我们看到孩子就是当每一个面试者 坐在我的面前的时候 我看到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家庭 给我呈现的教育的结果 因为现在大家还正在雕塑你们的作品 你们的作品还没有呈现到市场当中 大家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你们没有如此切实的感受到 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父母最后结果都是如此巨大的 就是非常鲜明的区别的呈现在 企业和其他人的面前 所以说父母做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我们的父母可能有职场的作品 或者我们的人生有很多其他的作品 创办了一家企业 形成了一种合作 但是孩子也是父母一种非常重要的作品 第二个是教育是全家人的创业 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竞争压力 非常大的一个国家 我有一个小外申 那我的小外申的话 刚刚来北京学英语 就是因为他在高考当中 他比90%的人都考得好 但是在中国 你比90%人的成绩优秀 你上的学校却是非常非常普通的 所以呢 我的堂姐就给孩子做了很多的规划 正好我另外的一个堂姐 也就是她的姑姑了 在爱尔兰 所以就想把孩子送到爱尔兰去读书 但是因为我的这个堂姐 是在我们老家三线城市工作 实际上就要送到出国读书的话 可能预算就等一百万两百万 所以当这个孩子想到自己妈妈一生的积蓄 甚至还可能要借一些钱 去送她去爱尔兰读书的时候 她就觉得特别不安 所以有一段时间在北京的时候 她就说我不去了 她要放弃 这个时候我就跟我这个小外申在谈 我说你妈妈在这一辈子当中 做了很多投资 但是相信我 现在送你去爱尔兰 是她这一辈子做过的最优秀的投资 做的最正确的决定 不论是她买了一套房 还是买了一个理财的产品 或者是放到股市当中 买了一只什么样优秀的股票 都不如把这个一百万花在你身上 让你去爱尔兰读书 教育永远是最好的投资 所以当一个孩子 当我们拥用正确的教育的方法 当我们读了一本书 当我们在正面管教当中学到一些工 一个爱学习的人 一个能听进这些工具的人 他最终获得了正确的教育 实际上就是以全家人对于生活质量 或者对于命运的最好的改善 如果我们现在的命运 还不是那么的让人欣喜 我们还不是那么的财富自由 那么教育就是全家人的创业 全家人参与到一起来 当你教育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孩子 当他获得了正确的七项感知能力 当你知道如何和孩子形成合作 孩子如何和他人形成合作的时候 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全家创业成功的时刻 和我们创办一家企业 和那些在社会当中成功的企业创始人 同样值得骄傲 家庭是我们社会最小的单位 但同时也是社会保持稳定 保持繁荣富强的最重要的原因 所以我就觉得这两句话 特别特别特别好 孩子是父母的作品 教育是全家人的创业 特别希望我们一起都兼职 好 谢谢大家